接下来为我们授课的是我们广东省中医院的老英龙主任 老主任是我们顾老师最早拜师的弟子 我们最早拜师的弟子总共是八位 老主任也是其中一位 所以他也是我们广东五一六七 或者是我们龙沙医学流派的传承推广的 一个带头人 老主任在我们广东省中医院主要负责民意工作室的工作 他是负责人 也是我们民意学术传承与创新研究团队的负责人 所以我们在广东省中医院除了有我们龙沙的传承推广工作站 同时还有老师的民意工作室 这个也是在我们其他相关的传承推广工作站当中比较特殊的 老主任也是全国第四批的中医院民床优秀人才 同时还兼任我们这个广东省五一六七战友会的主委 那我们全国的两个五一六七的这个学会组织 就是中华中医院学会的五一六七专家协作组和我们世界中联的五一六七分会 都是承担的副组长副会长 那我们在今天下午啊 老主任是主要为我们带来的讲题啊 是他这个中医特色诊疗的 就我们这样一个五一六七的这个变质思维啊 在汉政诊治中的这样的一个运用啊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啊 老主任为我们受课 曾经的各位专家 各位领导 各位领导 大家上午好 我是广东省中医院的老英荣 今天非常高兴 有这个机会 给大家介绍 龙沙医学流派 云六七的变质思维 在中医的患症 诊疗过程当中的一些应用的 呃 场景 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患灯 我的题目是五一六七变质思维 在汉政诊治中的应用简介 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情况 那么汉政呢 是一种常见的病症 也是个传统的病名 在使用中医的科学第二版呢 它是放在第九章的 气血经验的病症当中的 那么近年来呢 对于病名呢 进行了严格的规范 目前上升到一个术语的层面 在去年发布的中医临床 诊疗术语 这个标准当中呢 已经用汗内病的术语 代替了汗症 那么汗内病的话呢 包括了自汗 倒汗 黄汗和血汗 那都是贩子 因为风寒 鼠湿等外邪侵袭 因为失调 咒理开泄 或丈夫虚衰 咒理不顾 因经外露而引起的 一个出汗异常 那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那相关的术语定义呢 现在的比较严谨的 包括自汗 倒汗 黄汗 还有我们相对 可能见的比较少的血汗 那么主流呢 对于汗症的认识呢 其实 由来已久 整治体系也相对完善 对于正常出汗的 生理解释的 《黄帝内经》呢 从脏腐功能 阴阳和气血 金经角度呢 进行了描述 比如树问的 酸民武器论篇说 五脏发液 心为汗 也就是说汗为心之液 那么阴阳别论说 阳加于阴 位置汗 就是体内的阳气 作用于体内的阴液 导致了正常的出汗 那么《平日病论》里边说 汗者精气也 也就是说汗是由精气所生成的 所以呢 这个 汗的形成 根基于羊 荣味气血 五脏之精 都有关系 汗液的产生的排泄呢 是否正常 跟五脏的功能 是密切相关的 而有作者 在一篇文章中 最近的一个书里 他就归纳为 脾为汗之源 心为汗之主 肺为汗之官 肾为汗之本 肝为汗之进 那么这个呢 其实我觉得 总结的是比较到位的 那么对于出汗的异常 汗出异常 那么往往就是归纳为汗症 就是汗出过多了 一般是心神损伤 心气虚弱 还有干湿疏蟹 气质化火 那么 也会导致的汗出过多 还有一个呢 失 困了脾胃 也可能导致气机不畅 气不不惊 也会导致汗出的异常 那肺气虚 胃气不能顾表 六银之邪易犯 也会出现滋汗 另外肾 它的疯肠功能 受到了影响 那么 精微物质呢 就会无故流失 同时又伴随了 汗多的这样症状 那汗症的中医诊断呢 在这个书语发布之前呢 在中华中药学会呢 有一个中医内科常见 病诊疗指南 也把这些汗症呢 进行了一个论述 那包括治汗 道汗 甚至有绝汗 占汗 那么汗症呢 属虚的多 治汗呢 都是气虚 那么道汗呢 多属的阴虚 还有内热 至于怎么分虚实 甚至虚实假 那么他都有说介绍 同时呢 也把汗症常见的 一个西医的疾病状态 给大家进行了描述 我们常见的就是一个 假抗了 植物神经功能 稳乱 风湿热 结核 还有低血糖 还有休克 或者是发热 等等 那么汗症的见面诊断 也是点得很明确了 那么其实 我们往往呢 都会做出比较正确的 这种认知 也无需在这里 给大家赘述 那么西医对于出汗 有什么认识的呢 我们举其中一个 就是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的 传科医师临床诊断思路 他提到 这个多汗症是由于交感神经 过度兴奋引起的皮肤汗线 过多分泌的一种疾病 那么部位呢 常常是在汗线分布 丰富的地方 比如手掌 脚趾 腋下 头部 面部 甚至于是外阴 通常是对称发生的 那么 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 也经常看到 不对称出现的这样一种病 汗症 那么 在西医来说 多汗也是临床常见的症状 是生理或者是病理的 生理的有三种 温热性出汗 精神性出汗 味觉性出汗 那么这个 大家可以参考 那么病理性多汗呢 西医认为 汗线本身没有病变 可能由于神经系统病变 或者上述三类 出汗中枢的活动过度 产生的 那另外汗线的神经紧张性增高呢 对正常强度的刺激 也会出现了 增强的出汗反应 就是出汗过度了 那病理性呢 可以分为原发性和激发性 又可以分为传身性和局部性 那么它有相应的一些 诊断的标准 一般呢 都是多汗要出现了六个月以上 所以原发性的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诱因 同时有 这些相关的两个以上的特征 你看原发性多汗症呢 它是睡眠无多汗症状 它有这样一条 那么激发性呢 它就可以激发机体的 系统性的疾病 比如说感染性的这一类 结合肺炎 劣疾 代谢的 假抗 肾性功能 抗性 糖尿病 乳肝病 勾楼病 关节炎 尿毒症 滴血糖更连期 综合症等等 那么还可以是药物因素导致的 这一点呢 其实西医是比我们更加关注的 那我们其实中药 会不会也会导致出汗呢 一样的 中医 有些发汗的药物 过度的使用 也是会这样的 那么现在啊 很多病人 其实是精神因素 比如恐惧 焦虑 神经紧张 植物功能 这个失调等等 还有一些是中毒的情况 或者手术创伤 那么这是传身性的 激发性多汗 如果是局部性的话 可以激发于周围神经病变 积水疾变 胸部的肿瘤 腮线的损伤 或者手术导致的 这个脱液分泌异常 皮肤病变等等 中医内科学 教科书呢 对中医的正形分析呢 也是比较 这个系统 也是比较的公认的 一个是肺胃不顾 我们可以用玉瓶弄散来治疗 一个是以容胃不合 我们可以用桂枝汤来调和 还有心血不足 用龟皮汤 阴虚火旺 用当归地黄汤 舌叶的 邪热的 预征的话 可以用弄胆泻干汤 等等 那么汉症 也是我们岭南地区 妇幼保健院常见的病症 咱们这个医院 是妇幼保健院 那个杜主任所在单位 那么妇科 额科 甚至于产科 都是比较强的 那我们医院呢 今年呢 就编了一部 针对于 本科五联制的 一些精英 小班的这样的教学的 这个课 课程 或者叫教程 或者说它是一个教材 专门对于领南特色的 这一类的一些 诊疗经验 进行了总结和介绍的 包括你看 领南的妇科 产后致汉 产后致汉 他用到方的 是黄健林 致产后致汉方 是黄其汤加减 那么殷虚的 这个 道汉 也是黄健林的 这样一个 还有班 班秀文 这样一个 明老中医的 这些方式 上面也是 也是用班老和黄老 两个人的方式 那么额科 额科的话呢 我们现在额科 领南地区 当代和现代 比如说朱锦赛老师 李炳南老中医 还有郭梅峰的 梅峰医学 甚至更老的 何梦瑶的一些 这个观点和经验 都在这个书里面有所介绍 包括我们市中医院的 徐文 陈副院长的 这些 还有我们 这个领南 额科 双臂 程阳 两位先生的 这些经验 都有在这个 教程当中 进行介绍 大家有兴趣 可以购买 这两本书来看 那么 讲完了主流医学 或者领南医学 对于 这个汉症的 一些解读之后 我们就进入 这个正题 就是治疗 判症时候 怎么用 五云六七的 变质思维 我们首先 拿一个方子来看 拿一个方子 这样的话 可以 有点 切入 因为时间问题 我们也 主要针对 这个方子来展开 子万汤 子万汤是 六乙年的 一个天干方 它是出自于 陈无泽 边 谬问 解析 王旭高 编的 有割绝的 这样一个 三阴四天方 这个三阴四天方 这里多了一个字 问三阴四天方 就是谬问的 三阴四天方 其实它是出自于 陈无泽的 三阴子一 病症发论的 第五卷 原本是这样说 欲六乙年 从格之际 遂今不及 严火盛行 民病兼备 物重 求替 雪便注下 为谁所付 折返头 老护痛 颜急窗顶 发热口窗 心痛 子万汤 致肺虚感热 咳嗽 传满 致汗 滤血 肩被悟痛 雪便注下 或老护 连窗顶痛 发热口窗 心痛 这是个原文 其实它是有个方论 我们帮来解读一下 就是我个人认为 这个是一个运气的格局 和民病的病基的 这样一个解读 也就是说 什么时候用到这些方 一般来说 繁育到 岁干 为乙的年份 岁干为乙 那么公元 祭年是什么年份 这是五 比如说2015 2025 2035 这一年 就是乙年 如果说天干 配的地支的话 可以配六个地支 一个六十年 当中可以配六个地支 所以它叫六乙年 主要是 以仇 以害 以友 以味 以士 以卯 都是穗金不足之年 那穗金不足 就是金运的虚弱的状态 这种虚弱状态 有一个特定的术语 叫做重隔 其实五运都有 三种状态 一个平气 一个不及 一个太过 那么金运的平气 叫金 审平 金运的太过 叫尖程 重隔 是金运不足的状态 文六七里边 是这样提的 那么上书 红范 它没有提 三种状态 它直接就说 金约重隔 这样理解的话 其实它不是 同一个概念来的 那么六乙年 是金运不及之年 该年的运气特点 就是炎火流行 火胜水负 直接影响到的 账相系统的金 所对应的费 费金不足的话 心火相对抗胜 那肺气不虚 那就可能影响不大 但肺气本虚那一年 就更容易受到了 抗胜的心火 导致的火克金 那么肺表就会不顾 出现致汗 此时可以用止万汤 但因为热血伤肺 其实它不管出现致汗 还可以出现咳嗽 传满 甚至于血热 这个旺行 出现滤血 还有呢 同时肺部的这个局部 肩被冒重 还有血便注下的这种症状 这些都是肺气不足 心火抗胜的情况 另外从与六乙气的胜负 规则去推导 而若虚弱的肺 生了一个子 就是水了 肺生水 最后来报复火 那么这个就是寒气了 有寒气的时候呢 那么寒热胶症呢 会出现脑部连穿顶痛 发热 口疮 心痛 等等的症状 那么陈福泽的原方 刚才讲的组织了 原方他是用纸万荣 白纸 大家注意这里是用了白纸 人参 肝草 黄芪 地骨皮 杏仁 三百皮 等等 那么同时他做了散之后呢 是用姜枣 一起煮的 饭前吃 那么六问 拿到这套方 进行解释的时候呢 他前面 用方的药呢 基本上都是跟六问 用的是跟陈牧泽用的 是一样的 你看这是白纸 当他解释的时候呢 他又用了白 勺 这里呢 大家学习是要注意的 他说 凡 睡今不及之年 不费 即当泄火 不择其言上之事 则费今至随 果成其弊 民病兼备 痛不重 这个刚才讲的 这些东西症状了 他说 这个兼备 是云门中辅之慧 肺脉所循 鼻为肺翘 肺伤则求替 肺大肠相表里 气不下色 则为便血注相 脏病一辅病 那么此时 若为清精几色之谋 亦如将为之手 间隔 中不免 阴平之度 唯有阴诚自首 积极不费今 也就是说 他治的时候 不要光治标 他同时要治本 那么 人生 黄其又固无形之气 统色走谢之音 气焦之火 避前浮中 地骨皮 肝平 微虎 能谢肺中浮火 良其肺腾之血 又肺气 苦气上利 肺苦气上利 谢之以信仁之苦 肺欲收 脸之以白 勺之酸 这里是 其实是 不排除是比物 因为其实呢 白子 在 盆草当中 认为它是阳明药药 白子是能 顺降阳明之气 也可以降肺气 也可以收肺气的 也可以降胃气 伤皮肝寒 补血 益气 吐血 所需 只愿 只万苦温 下气寒热 咸耐 就是只 只万 又可以下气 又可以调平 这个寒热 和之干草 之补土生金 缓诸药于至高之分 而生其的子 必知孝 为谁所付 不用别药 既养精之法 并为玉水之谋 盖补土可以生金 而食土可憨玉水也 那么是这样一个方解 就把这个用药的意思 讲得比较清楚了 那王旭高呢 他也同样用了这一段的文字 组字 那么他直接就把白子 改成白勺了 他是同意的 又问这个意思 他就把白勺跟五味 这个放在一起 大家看一下 其实前面是没有五月子的 大家看一下 这里没有五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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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王旭高 他在编割的时候 其实他有把一些 加减法的记录在里边的 他这张方式里面 他就是用了一个五位子 来免费 其他的情况呢 基本上用意了 跟谬问是差不多的 那么 在五一六七的理论视角下呢 六一年的 运气格局 他就会导致民病致憾了 这是一个有特异性的 基本的病机 就是坚韵不及 炎火乃星 所以我们用这张方式的时候呢 要掌握这样的一个病机 那么处方选药呢 当然你可以用白子 也可以用白勺 也可以同用 也可以加入五味子 那么子万摊 他就针对了这样一个病机 中和了寒热石器 逆足太阴 放眼阳饼 浮土注金 兼以清水 清火滴水而法 就把这个负气 他也考虑到了 所以 这个 同时 他也有 泄火 去邪 扶正欲寒之功 这个就 所以你看 这个是不是 想的有点多了 的确 五一六七呢 往往就想的有点多 他把这个圣气 就是强的一个气 考虑到了 被圣气所克的 那个气 也考虑到了 圣气本身 也考虑到了 然后还有个负气 所以是 的确是有点多 那么子万摊 虽然为六以年的 治方 但四天方呢 他不是机械的 这样套时间去用的 他一定是要 审查病机 要选择 气和病机的 四天方来治疗 那么对于部分 久病不遇的 致汗患者呢 临床变治除了 针对 经验不及 严火乃性的 基本的病机之外 还要结合 不同的时段 比如我们当下 现在十一月的 这个十三号 是吧 这个时间 那么他是 五支气 太阳寒水 加灵扬明照金 那么今年呢 又是一个 风暮泰过之年 像上下火四天 绝阴风暮债权 其实这些东西呢 都对肺不好的 就是 岁韵 四天 债权 都对肺不好的 都是相克的 或者相互的 这种关系 所以呢 要 看看有没有 复杂的病机 那么 对于病机 我们是通过 查相 辨识 握击这个思维 去把握的 给大家讲几个案例 第一个是 产后顽固性的致汗 那么这个 跟副业保健院 是 比较相关的 一个女性的患者 三四岁 这个说了四年前了 十一月十九号 就诊于我们医院 当时是立东 那产后 汗多三年 他在2015年 大家注意 2015年什么年份 是在天干地 是怎么样的 如果初学者 可能没有什么印象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那八月份 那么产后一个月 就出现乳房疼痛 高热汗出 然后就给了治疗了 用西医治疗 之后呢 出现了汗多 以头颈背部为主 没有味道 这个水 一样的汗 活动会出现 就怕风寒 就吹头风 就头痛 容易感冒 感冒的时候 表现为鼻塞 流涕 咽痛 勿寒发热 无汗 感冒的时候 没汗 但是平常的汗多 近两个月来 就是每两周感冒一次 凶闷气少 同时傍晚六点钟 就会出现寒战 晚上十二点 睡前就拉肚 入睡困难 容易醒 很难再睡回去 梦很多 健忘 防灶激热 口干 饮水 要喝温的 但解不了干 口臭 弹扫兰卡出 纳叉 大便呢 还是正常的 小便正常 月经也是好的 那面唇呢 是比较 暗的 舌头也是暗 胎白 微黄立脉塑 双寸脉是浮的 我们便病是滋汗 病肌呢 就是筋韵不足 火胜成枝 肺气好散 寒丝侵袭 为什么是这样呢 等一下会解释呢 把握了这个病肌之后 我们用紫腕汤和香酥散 备花汤来化缠 那整手的这个紫腕汤 我们就基本上用 我是用白纸 那么杏仁呢 改成桃仁 那个 香酥散呢 就用了香腹紫酥 下面呢 下面呢 是一个 贝花汤 陈皮我们也用了 香腹紫酥 陈皮 这个甘草 都用了 那么 一周之后 复诊呢 症状明显的减轻 就吃了五G药之后呢 白天汗出减少三分之二了 那我说 那你再去上方加 喝止 十克 再吃五G吧 再吃五G呢 他就说 白天的出汗呢 在减轻了三分之二的情况下 上次减了三分之二 减了三分之二 我们继续减轻了三分之二 晚上呢 没有明显出汗了 那么 原方就继续再吃 那么后续呢 他连续在 这个季度上呢 就这样 一个巩固 到了 1月14号 复诊的时候呢 汗出已经正常了 也没有凶闷气少了 那这种健忘 烦躁 鸡眼的明显减轻 睡觉也好了 那种 其他的症状 也是 比较好了 蛇呢 现在是 蛇是 胎是薄白的 这里 脉是细的 那个腹脉也不见了 那这个是怎么考虑的呢 我们做一个 思维的解读 首先是 辨识握机 就是对于重要时点的 运气格局 和病机呢 要进行 一个识别 那么这个发病于2015年 刚才说了 其实它是一个乙卫年 那就是六乙年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时点 那跟这根方是一样的天干 那么乙卫年呢 岁运绍商 绍商 土因 建运 也就是 金运不及了 金运不及 就是活来大行 凡是不及的运 那么 克他的气就会 成为圣气 就会大行 那么卫年呢 他的卫年是属羊的 太阴师傅四天 太阳寒水占全 那么这个 运气分析呢 就是符合前面说的 金运不足 炎火乃行的基本 病机 而且有寒丝为患的 运气致病的危险因素 这是一个时点 第二个呢 是旧准的时候 2018年立冬了 物虚连五支气 岁于太子 也就是这一年呢 火是太过的 太过之年 他自己的气呢 就变成流行的盛气 炎鼠流行 费金受贤 你看 病的时候是费金弱 那么 来看的时候呢 这个火弱 都是这个 费须的 那么这隔了三年 大家看 隔了三年 四天债权 刚好反过来 因为太阳寒水四天 太阴师土债权 同时呢 他在那个 五支气的时候 克气的哨音居火 加灵 扬明照金 又是一个火克金 那么那一年 就是火克金为主 整一年这火克金 当时的气 又是火克金 那么碎气的话 又是寒丝 那么这个 完完全全 就是符合这个 用方了 就说 病至从隔之年始发 金须火胜 火为水恶 千言不遇 到贺西之年 从隔和贺西 这火运太过叫贺西 火胜秤金 寒水四天 又向金须生子 复火之状 病情就更胜了 那么运气病机 就是刚才 前一张幻灯里面有的 金运不足 火胜成之 肺气好散 寒湿侵袭 那么刚才讲的是五一六气 那么我们不讲五一六气 就讲简单的 这种主流的辩证论智吧 查上辩证 过激也行 不辩识嘛 那金贵药的说 心惨血须多汗 除洗中风 故令病症 忘血腹汗 汗多 故令玉帽 忘金叶 未造 不大便难 这是金贵药的对于 这个产后汗症的一个 疗素 那这个具体到这个病人的话 他失血 产后失血多 那同时要多汗 好伤的金叶和阳气 寒气入壁 欲避于内 阳气不能外达 故色 所以呢 就汗多 松闷气少 烦躁机的 同时肺虚不顾 容胃失调 外寒就清洗 整天这样的寒 胃寒 预风的头痛 容易感冒 脉腐 那么体内的阳气 亏后到傍晚 它会寒占 因为傍晚 这个阳气就虚了 那但是这里 如果我们从六金病 预解时来看的话 傍晚 刚好是阳明病的预解时 这个解毒 就跟主流的 辩正论质的 有一些区别了 同时胃口不好 喜欢喝温水 但是解不了口干 晚上睡觉前拉肚子 都是皮虚 就是肺虚不能生筋 所以它这个汗症呢 产后出现 三年不育 同时呢 因为这样的情况 耗散了阳气 太多了 那推动无力了 这个阳气也虚下来了 温顺也不够了 所以痰丝 淤血泪停 都见到了唇舌岸 胎白 微黄力 的一种情况 那么这个病机 不讲运气的话 它就是一个 肺皮阳虚 失于 热结 的一个情况 那么处方这些 大家都很熟悉的 当然如果是没有 学过五一六七的 当然也不知道 什么叫指腕汤 什么叫背化汤了 那么 它的具体方子 是这样子的 指腕用来降气 地骨皮上 皮泄火 肝草呢 也是泄心火 除凡因为 这个肺火 就是心火来的 心火导致的肺火 它同时的肝草 也助脾气 黄旗当然改成五爪龙 因为它可以行气立湿 也不会把气提上来 因为有时候黄旗的身体会太过的 相互 疏梗 陈皮干草 它就是一个疏通气机 配有了防风白纸 虚寒喧窍 同时兼有阳虚 寒丝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就用了以卫廉的 这个 气方 用的背化汤 用木瓜流溪 双眼瓶去煞 浮宁呢 至其下 加折蟹 它原来加监法就有折蟹的 折蓝力丝火血通阳 刚才说了 改了一个陶人为杏仁 化坛的 同时的 增强的火血化鱼 那么 看病的时候 虽然这个 已经是立冬了 但是那一年 火热还是强的 那么 照者如之 吃土可遇 那么 我们已经有尘皮书 梗扶神了 无需再用干浆 腹脂等过分 这个 温热的药 以防 这个 造伤肺 那同时 因为它体力有食血 所以 这个 方中的 帝黄 覆盆子 这个两个呢 是背花汤的 人参 五位子 白勺的 这个是 纸腕汤里面的 加减里面的 这些太自立了 我们就不用 所以这效果呢 还是比较好 第二个是 顽固性的致汗 这是一个男性的病人 56岁 2018年12月 来看的 那汗多了 很顽固的 有14年了 那从2004年开始出现多汗 2005年12月 车祸 出现脑出血 后仪的左侧的肢体偏 不太灵活 之后呢 汗出更厉害 汗出更厉害的 以头痛 头 胸背为主 汗没有味道 是冷的 不管天热 天冷 活动都会出汗 紧张也会出 睡醒觉了 也会出 那么 左侧的躯体呢 出汗会更多 所以说 对称性的 这个出汗呢 临床上呢 常见 但不对称的 也有 平时胃寒 遇到风寒了 就喷嚏 鼻涕 流青的 那么他也没有 很明显的 这个胸闷气勺 但是他有健忘 思虑用脑 比较多 睡觉呢 还可以 打呼噜打得很厉害 睡觉 流口水 痰是多的 白愁 但白天呢 睡得 好了 照样 没有什么精神 口干 喝水都解不了 有时候口臭 平常就喜欢喝酒 抽烟 胃口也很好 大便呢 一天一到两次 还是软的 小便正常 那以前呢 还有一个 胃炎的一个病史 除了这个老出血 外伤之外 还有亏洛童的 这个药物过敏 望诊方面呢 形体比较肥 比较多白头发 那语音呢 还是比较平和的 面黄稍微的暗 唇色是暗的 蛇淡红 也是稍微暗 蛇太薄白 蛇下的脉络的粗长 而且他有一个 白膜包裹的 这个脉络 脉呢 是尘细 此脉是弱的 那我们反过来 先查相辨证 不是一开始 先搞这个 五一六气 那会怎么样呢 它是一个车祸 沉伤 气虚血淤 同时未病日久呢 有一个阳虚谈失的 这份研究也过多 所以他出现 一个废位不顾 阳气素亏 在车祸之前 其实已经是有汗了 那车祸之后的 日夜汗多 而且呢 是局部出汗为主 要怕冷 那么这样的情况呢 就是主要的见证 同时一些 见证的话 有健忘 打憨 流鼻涕 痰多 神皮 还有一个是 这个生降的 这个 稳乱 所以呢 它会出现 口干不解 这个是皮不生轻 口臭 是胃不降灼 大便解不 解不进 那个是废气素降不利 同时它还有 阳气的一个虚弱 的情况 血淤痰 内停 所以它左侧边的 这个汗处是更明显 两侧的肩部又酸痛 这个面色 石脉 都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整体的 情况 我们它的 这个病机 是阳气 亏虚 气虚寒灵 残余虎节的 那么 辩时 卧鸡 我们就看看 它发病时间 有什么特殊的 首先 它发病发在 2004年 是一个假生年 假年 是一个 税土太过 失去流行的 一个 大运 那么 它一年的 税期 上下火 失天 绝运风部 债权 跟今年是一样的 大家看一下 今年是银年 生年跟银年 是一样的 就属猴和属虎的 那一年的 失天债权 是一样的 那么 税土太过 就用一声 痰丝 这个大家也能理解 那么痰丝的话 一个会阻碍 宗焦的脾胃 那么 第二个 会 导致了 这个废气的 这个 生成不利 另外 从六七的 标本中的理论来说 像火在南方 硬火 标本铜器 都是属火热 那么 还有一个绝运风部的问题 绝运风部 是从 中气来转化的 就是风从火化的 那么 本来火又厉害 风又从火化 像 现在 今年一样的情况 立东前后这段时间 这个 也是绝运风部 债权的 这样一个 管下半年的位置 那么 也有这种 阴冷不冷的 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这样一个情况 从 文六七变质来说 它是 撕天之气 与债权之气 风火相伸 会导致 肺筋受邪的 而导致了肺气不顾 出现 汗术过多 就是它发病的时候 会这样 那么就诊的时候 那是2018年 那年是一个戊虚年 跟前一个病 是一样的 都是这一年 那么这种火运太过的 这一年 肺筋更加受邪 就是肺气更加虚弱 那么到了中之气 刚才那个是五之气 这个是中之气 那么太阳寒水是天 太阴师土在全 那太阴师土 就是中之气的 同一个气的 第六个气 就是太阴师土 加灵 主气的太阳寒水 就是寒湿了 那么这个时候 太过的火了 直接磕了肺 让肺的更疲 更加疲弱 那么表气更加不顾 那同时 这个 世间再传之气的 这个 又让寒湿 让肺羊 胃羊 更加虚弱 痰湿 更多 所以这个情况 它是一个肺气不顾 痰丝 煮皮 肺未羊 虚的这样一个病急 就是火 上的是肺 寒丝上的是皮 那么同时肺羊也虚 那么这个时候 它主要是变成治汗 是一个羊气亏损 痰丝寒灵 我们用了一个 火血化痰 意气浮羊 去尸温羊的一个 一个治者 治法 用了指腕汤 合的静顺汤 静顺汤 就是 太阳寒水 诗天的 一个方子 说的寒诗厉害 戊虚连 这两年都是用静顺汤的 那么处方用芙苓 木瓜 熟腹籽 流膝防风 蚌子 干姜 干草 到这里为止都是 这个静顺汤的 下面党参白 纸 当归也是静顺汤的 白草也是静顺汤 纸万 桃仁 三百皮 北齐 你看这些就是 一个纸万汤的 给它吃 慢慢吃 晚上别吃 那么方药分析 刚才其实我已经讲过了 就是静顺汤 沉须之年的这样一个 温 通化痰 驱寒的 这个方式配合 自肺须感热的 六以年的天干方 那么 用了这些副子 用了这些药之后 就怕它太燥了 所以用当归的资因 它本身 这个 静顺汤里面 也可以加减当归的 那么这个方解 跟前面那个有大部分是相同的 我就不解释了 静顺汤 因为它有车祸的沉伤 体内的淤血停滞 所以也把杏仁换成了陶仁 配合当归来活血 那么当归白草 本来就是静顺汤的加减药物 两者配合 活血是使得调肝养血 血就不会燥 另外 其实 这个百合固金汤里面 它也有当归白草 或者说 这个 金水六菌煎里面 也有当归 其实当归是治肺病的 一个很好的药 那么 为什么我们不用方里面的地骨皮 因为这个时候 它是淤血更多 阳气亏虚 又没有汗 愁未热 风火相散的 这样一个情况 同时 也没有用了当年的 这个六五年的麦冬汤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它好像是阳虚的更多 所以不是说 只要是当年的气 就用当年方 不是 首先搞清楚 这个病 它的病基 跟哪一年的方式 是合拍的 那么 就更好 那吃了五剂之后 初汗就明显的减少了 那么 天气开始转冷了 这个 酸痛 就减轻了 很奇怪 你看 它 这个酸痛又减轻 天气转冷 反而酸痛减轻 可见这个东西 其实就火热 当然也吃了药 胃寒也明显减轻了 那么偶有打酸 打酸也少了很多 流瓶涕就缓解了 但是它左侧卧 就会流盐 流口水 它左边肢体 就是差一些的 痰稍微减 那么口干没变化 喝水稍微少一点 这个大便也不太好 那么 这个 其他的情况 差不多 那么 脉相 好一些 这样的情况 药以起效 继续用它 实际药 到三枕的时候 出汗已经不明显了 因为这次吃的实际药 三枕的时候 出汗已经不明显了 这个酸痛胃寒也很少了 其他的基本上一样 大便还是不太好 那么 再给它吃的实际药 就说 吃完之后 如果出汗 还是没有反复了 那么你就可以不吃药了 因为这一次 我们把北析加到30克 胆生加到20克 另外 让它少喝点酒 不要产生更多的痰 是因为 脾为肺之母 肺弱 其实是脾的问题 还有所谓的脾为生痰之源 肺为储痰之气 是吧 那痰太多 可能是耗伤的 这个肺气的 那么第三个 是自汗 倒汗都有 也是一个男性病人 43岁 2019年来看的 是汗多4年 上半身 日间汗多 晚上睡觉也有汗 但相对量少一些 没什么味道的 像水一样 但是有时候会有些盐 那汗出的时候 没有生热 不觉得热 出完汗热 就会怕风 怕冷 没有口干口苦 也不容易感冒 平常比较健忘 没有口干口苦 但是他要喝很多水 我们很常见的 好像喝水都是保健 那么同时 他也烟氧咳嗽 没什么痰 大便不太正常 难便 而且不是每天都有 小便随饮水量而定 睡眠不好 要吃安眠药 吃了也不知道 睡得怎么样 他说 在这个 出汗以前 他不是来看病的时候 汗多四年吗 出汗以前 说他是有个精神分裂 那么在吃精神科的药 以前还有一个老外伤的 一个颠解的病 那么这个 刚才我们说了 西有些对汗症 他有一个病因 考虑他是不是药物的因素 那么这个有没有 不知道 我们看一下他的情况 他形体很壮实 掉头发 而且面部了很多 说这个幼稚 说话有点失痒 那么就诊的时间 反复单身的咳嗽 这个就符合 这个烟痒的 这种情况 没有什么谈 唇淡红 舌淡 红胖 他还是薄白 但问题是 这个人 天天刮舌头 舌上脉络长 脉软 稍微快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是要辨识了 那么2015年 又是一个乙卫廉 刚才这个都不说了 其实都是一样的 说的 搞成了一个 吃鞋 含吃偏重 肺气偏弱的 这样一个情况 构成了皮丝 建韵 内生 弹丝 这是 卫廉 导致的 那么乙廉 乙廉就是一个 经韵不及 肺气虚弱 这是常见的情况 但是他看病的时候 2019年 就是发生疫情的 内廉 在疫情以前 那几亥税三之气 那一年 就是税运是绍工 几年就是土运不及的 绍工 绘运丰墓四天 三项火债权 跟今年 刚好是反过来的 每三年就反过来 就是四天债权 同样的 气 每三年 是反过来的 每六年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说克气 克气是这样 那三之气 只有绝运丰墓 这个气跟四天是同气的 家庭少阳降火 家庭少阳降火 那么风火相散了 那么 那一年的风 是四天 土又不及 土不及的风 就会大行了 所以两个风 所以就变成一个 间化的年 就是 从运上来讲 它是一个沐浴瓶气 那么沐浴风邪 就可以成为一个 主要的 一个并邪了 那三之气 又是这个四天 当直 跟四天同气的时候的 这个科气当直的时候 因为这里是有一个 有一个 争议的 有人认为 四天是单独一个气 它一点都存在 有人认为 四天就是第三部气 那么不管它 反正现在都是三之气 它就都在 所以这个时候的风邪 热邪 相合为患 风火相散 风火相散 就物火行金的 这样一个格局了 会破金外出 因为又会容易出血 那么 这个情况 综合分析的话 它并肌就是一个 气虚弹思 风动淤主 那么又从一个 五云六七的之外 就光从这个 辩证论子来看 它竟然分裂 外伤 那么是肝 欲血 欲风 谈 扰动了 那么废气虚 那么就是日间汗多 日间汗少 汗后雾风 口干不欲饮 口干饮水多 口不干饮水多 这就是 在广东 可能也有这种情况 我现在有点口干了 我要喝口水 那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你口不干 要喝很多水 那其实是造成很多 痰湿的 那么接下来的 烟氧咳嗽 痰少变糖 等等 像面部很多 肉 这也是痰湿 在皮肤的表现 生丝氧 包括它死人脉 都是肺皮气虚 痰湿佣盛的 这样一个表现 那么干预血 一段话 痰疑会老 风火内冻 轰痰内扰 那么心神就会不安 见到棉叉多梦 一省难蓄的 这样一个情况 总的病机 就是一个 气虚痰湿 风冻玉祖了 那么我们抓到 这个病机 就是 五一六气分析完了 变中论事分析完了 我们就抓这个病机 那么就 就 就 痴了 那如果气虚有意气 玉祖我们活血了 有痰湿 我们湿湿化痰了 有风 我们给它吸风了 那在汗症的时候 一定要注重 这个风 因为风性开泄 有些人出汗 出很多 整天吹 其实越吹 这个汗症越难好的 那么这个时候 要吸风 我们就用孵河汤 孵河汤 就是绝阴风暮 四天的 这样一张风 所谓孵河 就是 暮运的瓶气 就是风的 这个 平稳的状态 叫做孵河 那么用了 这个紫瓣汤的 这个一个变通 我们用北齐 换成了五爪龙 杏仁呢 换成了陶仁 然后下面呢 这个就是 复合汤了 用半下五爪子 茯苓 褐子 干姜 陈皮 酸枣仁 那么 芝食 那在加检里面 它就有加麦冬 我也加了一些淮山 给它吃五剂药 吃五剂药 这些 刚才说的 肥气耗散 可以加五爪子里的肥气 这个是王旭高提出的 那么我们都用 风信开泄 多汗就是一个 出血太过的像 那么 复合汤 就是用半下 朝食化糖 何味降丽 福林 健脾 立湿 然后呢 酸枣五味子的 制约 干风 西风 安神 脸 汗 生金 脸金 止汗 也可以这样说 那么 陈皮 喝子呢 是 柱皮 蕴皮 醒味 月皮 尤其是喝子 这位药 那不光是一个 立烟药 在运气 这个龙虾里边 它是认为 它是醒味月皮的 皮须人 可以用 那干江的温中了 温皮的 同时化石这个痰饮 同时 别的指食呢 也是行气 麦冬山药 就是富和汤的 加减药物 养精 健脾 这样 整个方式温中 补皮 易肺的药 比较多健的 所以我们就选 这个药来一起治疗 这个汗症 那么复诊的话呢 吃了这个药之后呢 日间汗多 日间少 那么失眠 之后呢 出汗还是会加重 那么这个 情况呢 基本上是 一样的 睡也睡不好 但是呢 喉咙这个 痒减轻了 这个 想事情呢 没想那么多了 健忘也减轻了 那既然是这样子 他没有刮舌胎 我们就看到 舌的时候呢 变成白胎了 其他情况一样 我们就给他 再吃5G这个药 用这个 一些猴片 给他画一下痰 结果吃了这个 5G 就是前后吃的10G药 这个吃了10G药之后 出汗就明显减少了 晚上已经不出汗了 这个出汗 之后还要 有点胖了 那么现在可以知道 能睡多久了 可以连续睡 三四个小时 醒了之后呢 还可以再睡一个小时 那么 这个风向呢 就减轻了 风向减轻了 那么既然是这样 而且在他不 不刮舌胎的时候 他已经变成薄白了 我们就仍然按照这个 方式 中程药 一起给他吃 7G不改药 那么吃了 吃了这个7G药之后呢 那上升的出汗 减少一半以上 晚上基本就没汗了 白天汗出之后 还会有点怕风 那么能睡四五个小时 之后 醒了 还能再睡一个小时 就四十岁了 五六十 睡多了很多了 啊 那么现在喉咙也不怎么养了 啊 但是他还是要喝很多水 啊 不知道为什么 啊 那么 这种情况呢 麦卷 咸麦 胎薄白 啊 那么就给他再吃7G 那么现在已经少了一半以上了 那么继续这样的吃 啊 吃完了 可以每个星期再吃5G 连接吃两周 就说等于说 我再开了17G药给他 如果 汗出都 嗯 没有问题的 啊 基本上 能够接受了 啊 或者说恢复正常了 那就不用再来看了 那结果这个别人就尊了这个乙族 也就不再来了 另外就是有口干不明显了 建议 啊 少喝点水 口不干 喝水 这个简直就是有点 好奇怪的 除非这个人是上了瘾 啊 不要喝那么多 是吧 不是不能喝水 但是要喝少一点 啊 因为汗本身就是水来的 那么你喝了水喝了太多 那么呃 可能排汗的这种压力也会大一些 那么另外呢 我再讲一个这里 请说过程了哈 就不去分析什么原因啊 什么重要了 那一个老年的男性患者啊 啊 80多岁了啊 那么三年前来看的 他说 长期多汗都受不清有多久了 啊 现在真的我们门诊了很多这些病人啊 就平常怕热 长期活动上半身就出汗 胸背为主 啊 又不觉得热 又没味道 又不黏 出完汗又不觉得怕冷 但是呢 有一个情况就是出完汗就上下肢发软 啊 上肢发软 这是最最特殊的 听力下降 干壳无痰 又是睡不好 又是睡不好 梦多 夜要多啊 两到六次 晚上 往往要 喉咙干要喝水 啊 那么 他是外地人来的这个广州三年之后呢 这大便的少一些 那么这个前十年呢 皮肤发作的 一个皮疹烧氧 昨日是对称的 晚上盖背脊呢 就会发作 那么这几年呢 就不对称了 但是呢 啊 仍然 啊 就是此起彼腹 那么既往日有多个地方的手术 啊 还有青梅树 先锋的过敏 你没看到这个肥烟 啊 语言呢 还算平和的 这个唇 蛇都是偏暗一点 太白粒 那么蛇向他脉络呢 又粗长 脉络之间的白毛 白膜 又很宽 啊 那脉的话 右寸是细滑的 其他都是真细 说他是汗症 然后是肺脾肾顺 造势相间 大家注意 造势相间 啊 那么 治法就调肺脾肾 清火去湿 意气润燥 火朽 化糖 用了一个川莲福灵汤 和紫瓣汤 啊 川莲福灵汤呢 是六丙年的 啊 呃 六丙年 啊 就是后 结尾数是六的 这个是六丙年 用黄莲福神 麦东车前 通草 远至法办下 黄瓶 甘草 泡浆 紫腕 白纸 党身五位子 陶仁 地骨皮 上面皮 覆盆子 一共先吃五剂 啊 少量慢慢喝 那么 西地一天药 他大便拿了七次 那自己是减了 麦东 陶仁 黄瓶的一半量 之后呢 大便一天一次 那么 吃完上面的药 胃热 减轻 上半身的汗处 减少一半 而且更重要是 出完汗呢 没有两脚发软了 那么 其他的情况还是一样 烈量还是多 啊 烈量还是多 但是睡觉的话呢 这种该被子就会出现了 发热 皮疹 烧痒 昨日的 就 消退了 就没有再发生了 那其他情况呢 啊 也差不多 那么 我的理解是 药后照热大减 失忆得化 方重病机 啊 烧调用量 手法再进 那么就给他 调了一下用料 啊 这个黄晴 黄年啊 黄年之前是五克的 我们给他减到两 减了两克 给他三克了 那么其他方子呢 基本是一样的 这个五转动物 给他加多了 加到四十五克 啊 那么 再吃五斤 如果症状 缓解 可以再按原方五斤 每天一晚 要两天一计较 就少 少吃一点 巩固疗效 不用再来 再看了 啊 那么 这个病人 也是吃完这个药了 也效果很好 没人再看了 那回到题目 哈 五一六七变质思维 在汉症诊疗当中的应用 一个首先是要 五一六七变质的思维的应用 啊 那怎么用 五一六七变质思维 它有一个 条件 或者前提 要掌握五一六七的基本理论 熟悉五一六七的四天方 还有数 啊 那么杜主任他们 啊 很多的同盟都用 喜欢用 真啊 真的效果 其实更好 但是如果学理的话呢 啊 因为真就是六七嘛 啊 这个啊 你分析的内容呢 可能就少了五韵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方 因为用方能用的通了 那么你用真自然也通了 啊 那么同时呢 要学用结合 学思结合 学问结合 学研结合 啊 我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 啊 那么关于汉症呢 这几年成为我们研究的一个 呃 主要方向 啊 那么学生呢 也 发的 啊 这种汉症患者 发病的五一六七特点分析 包括他的 这个 呃 发病的时间的五一六七 包括这个 出生的五一六七 啊 同时呢 我们把这个刚才 讲课当中的一部分内容呢 呢 也发了一个文章 在二零 二零年的时候已经发了 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参阅一下 那么其实 顽固性多汉症呢 临床上是比较多见的 而且这种人呢 往往是一种符合的体制 啊 不一般的人认为 顽固性的出汉 可能是气虚阴虚 那我看来刚好 不是这样的 啊 可能是阳虚更多 啊 啊 痰失失热 气于血于的 煎炸了很多 大家很奇怪 杨虚为什么还要出汉 那这就是 他们对待 这个汉症 尤其对待这个汉后 物风寒 这个应对方式 有没有问题的 啊 这个 呃 结果了 那很多人是 一点风也不能吹 一点寒也不能耐 总是穿得厚厚实实的 啊 广州人说 好像狗塞拿 啊 这个不出汉才怪 那么临床当中呢 多汉症 刚才讲的是病基啊 其实有很多病因的 病因我们要知道啊 我们一方面要给人的治 多汉症 另一方面呢 另一方面呢 不要把别人制成了多汉症 首先 要防止物汉商表 啊 物汉商表 一个汉法我们给人是要 或者是用外制法 一定要注意 度量 你看一看这个张仲敬是怎么给人家 治汉症的 啊 太阳 山寒 表时症 啊 是怎么治的 表须又怎么治 啊 第二个 运动私疑 很多人都是 患者呢 年轻 尤其是年轻的 或者中年人 他的运动就是适当的 啊 就晚上去运动 运动量又很大 导致的汉很多 就是人为把这个 肺位的 表气呢 给耗伤 另外呢 就是心气不足 这种心气不足 就是刚才说的 恐汉失常 就对于汉的这种恐惧啊 失败 失常 啊 就是 呃 三味隔斗 欲就欲通性了 就是这个 呃 太过于谨慎了 防寒过度 就是受了热血 啊 包括这个晚上呢 用很多这个 呃 温热的药来泡脚 泡的一身汗 这样呢 不失眠才怪 是吧 另外一个就是 干风内动 就性急 焦虑 阳动 风险 啊 包括运动太多 也是干风 内动的一种体现 这不动 不舒服 啊 还有一个过福辛辣 现在是呢 传统粤菜 不怎么吃辣的 啊 也不会太温热 那现在不是的 都是一种 这个 穿式 相式的这个菜 更多一点 那结果这样呢 会破均 啊 外溢的 还有个 失邪 类剩 啊 就是 我们自己 领栏地方的 问题 吃了很多 生痰 生湿的 生冷水果 或者是饮料啊 啊 这个 酒水 另外呢 还有呢 啊 就是 有时候出汗 不一定是什么问题 可能是正需 失出的一种表现 未必需要 啊 去治疗的 啊 就把失 搞定了 那么 这个汗就 就自然自治了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把它 正看作是一种 代常反应 而不能看 看作一种病症也行 那还有个 气血淤阻 水倒不畅 筋部障碍 会出现了 这个汗出 不对称 局部出汗 或者是汗多料少 啊 这样一种情况 啊 这个 就是 常见的 多汗症的中医病因 因此啊 我们作为医者 一定要避免 造成患者汗症的因素 就是污汗 三寒论里边 在第十五 十六 十七 三个 这个篇章当中 它有 特别强调了 便不可发汗病症 首先是不可发汗 那就是我们辨别这些东西 是识别临床的 这个情况 首先要哪些是不能发汗的 然后再说 哪些能发汗 能发汗 该怎么发汗 它里面都有方药 然后发汗之后会出现 可能有什么 并发症 这里怎么调 什么痣 最典型的一条 就是这样说的 太阳并发汗 谁漏不止 其人入风 小便难 四肢危急 贵之 加父子 汤处子 大家有兴趣 最好看一看 上海论的这 这三章 你说看人 六经病的脉症病痣 可以 但是后面其实它还有很多重复的部分 两个对照来看 这个问题就比较好理解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不可能展开了很多来讲 或者说其实已经够啰嗦了 西方对大家有所帮助 谢谢大家 感谢老主任为我们的授课 我们老主任 这个是非常的活学 他这个从我们这个汉症的病因病激 这样智责啊 这个整个汗症的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全过程 来给我们这个分析 从这个教科书的常规的这个思路 以及我们五因六七的变质思路 他们之间的这个区别 那么重点呢 也突出啊 他在学习五因六七以后 怎么要把五因六七的变质思维 运用到他在临床上治疗汗症的这一些经验 跟大家来分享 抓住这个始终的这个就是插项 握机来临床处方 那因为老主任跟随顾老师学习有十多年 所以我们也看到他选择的这几个医案 都是一些顽固性的这个汗症 有自汗有倒汗 这个用方也比较灵活 那但总的也是不离啊 这个费精不顾 费气虚啊 等等这些的思路 所以他的底方也注重在 脂碗汤上 脂碗汤啊 所以他在这个三四天方啊 也重点给我们介绍了 这个六亿年的脂碗汤的这个临床的运用 但是他在临床运用 根据这个患者个体的这种差异 那这么如何来去灵活的使用 我们也不妨啊 可以先从原方开始用起 那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有时候赵毛号虎这么灵活处理啊 可能不一定能处理的好 那如果说 那我们老主任是经验比较丰富了 当然啊 这个都能够非常娴熟的把握啊 那如果我们这个对文序 还不是很熟 如果这临床效果并不如 尽我们所预期的这样的话 那可能就往往会对我们学习 文序器啊 就会失去这个信心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方 到底有没有用 那还是因为加减的问题呢 还是本身我们这个插项握机的 制定这个质责有问题 我们前方用药用的也不是很道地呢 但就可能这个原因 因素就比较复杂 不一定能很快的能找到 原因在什么 所以顾老师平常这个教导我们的时候啊 也是首先倡导我们初学的时候 先从原方开始 那如果说我们的确也觉得 是不是要合上某个方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啊 我们有些师兄师姐 他们是这样处理的 他就开两张方 两张圆方 那患者吃的时候呢 可以这个同时 就是分开一段时间吃 而不吃在一起 但是这个 或者说我看这个 刚刚我们一处讲的这些六经济解释 可以跟到根据这个 时间的这个节点 我们比如说我们 适合这个 就是生的这个方 我们可以放在上午吃啊 我们放在收降的这些方 可以偏收敛一些的 我们可以放在下午来吃啊 都是可以的 那两个圆方 那我们这个同时来吃 这样我们也容易啊 去这个比较我们 这个药后的这些效果 我们如何来把我们临床上 如何再去加减 等到我们学了这个 一段时间以后 那我们对这个各个方的特性啊 比较熟悉了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加减 慢慢的能达到啊 像我们老主任这样的这种水平 那我们可以灵活的来运用 治疗我们临床上的这些 杂病 好 那我们这个 感谢老主任为我们的授课 那接下来为我们授课的呢 也是我们这一次这个培训班的 这个东道组啊 我们吴西市 惠山区中医医院 治疗病科的主任啊 吴征主任 那这个呃 刚刚余处也都有介绍啊 我们这吴主任这个啊 这吴征胜有征啊 他这个呃 征法啊 也都用得非常的这个娴熟 那呃 目前吴征主任啊 也是我们留派传承工作室啊 吴西市惠山区的推广工作站的负责人啊 同时呢 他也是吴西惠山区啊 呃 派驻这个青海 呃 这个海东啊 这些地方啊 去这个 挂职啊 在那边担任这个挂职医院的副院长 每一 这个每一个月啊 都要出时间啊 去这个 呃 传承教学 那么也在青海海东啊 等等这些地方啊 掀起了一股 五一六七学习的热潮 所以这次啊 他也是勇于承担我们这一次 呃 国家级的继续教育的评训项目啊 来组织这次评训班 来跟大家一起学习 那吴征主任同时还 接着我们市中联和中华中华中华学会 五一六七专家协作组啊 这些峰会的这些常务理事 这些专家啊 啊 等等的这一些 当然也是我们 这个江苏省五一六七专委会的青年委员 啊 呃 这个在我们 呃 老师的这个 呃 80后的地址当中 也是一个佼佼者 啊 那么今天下午啊 吴主任为我们带来的讲题啊 是五一六七诊疗模式与临床思维 那这个可以讲是 我们从总体上来把握 我们对于怎么样来 把五一六七的临床思想 贯穿到我们这个临床中去 啊 好 我们接下来有请吴主任为我们授课 尽敬的顾老师 各位专家 各位老师 大家下午好 很高兴今天可以和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那么今天要和大家一起交流的主题呢 是五一六七 诊疗模式 及临床思维 啊 那么大家早上已经听过了顾老师讲的中华文明与中医理论的根和魂 相信大家以前也听过很多次 顾老师讲五一六七与中医基础理论的课程 顾老师也曾经提到过 由于历史的原因 运气学说其实是长期受到了严重的误解 成为中医学中传承最为薄弱的部分吧 严重影响了我们中医药学的一个继承跟发展 我们三一四天方当时在濒临失传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那其实呢 皇帝内经就是五一六七的精神 方法呢也是讲得非常的清楚 五一六七是我们古人探讨自然变化的周期性规律 及其对人类健康的疾病影响的一门学问 运气学说将天人相应从简单的顺应一年四十上升为顺应逐年不同的五一六七 也是生动体现了炎黄文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 它也承载着我们中医学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内涵 那其实用五一六七来重新认识我们中医基础理论的构架原理和起源的问题 中医中有许多疑点难点 比如说七损八亿 有生命门六金与胃气饮血的关系 大多与运气是有关的 掌握了五一六七 这些问题也就都能迎刃而解了 那其实我们五一六七天人合一的思想呢 渗透于我们中医学的方方面面 比如我们熟知的藏相学说 寸口的六部脉法 十二经络 药物的归经等等 它转化为我们中医基本理论后 我们很多人常常日用而不自知 内经当中对病因的认识是天人邪三须治病 临床当中我们应该变体天 也就是五一六七 变人是我们的运气体质 变病症三个方面相结合 那也只有这样呢 才能更好地体现我们中医学天人相应的整体思想 顾老师曾经 这样讲过 一夜之秋 当我们这个叶子凋落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不应仅仅是树上还有许多叶子 而应该是满山都是绿色的 我们要透过这掉落的一片树叶 看到着秋天的气到了 踏雪寻春 在最冷的冬天 同样能发现春天的生机 不错 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寒冬的凛冽 而是生机 不管是一夜之秋 还是踏雪寻春 我们要抓住的只有一个东西 那就是现象背后的心机 善于抓心机的人才能抓住机遇 也只有抓住心机的人才能真正做到上宫治未病 运气学说强调了我们天人间动态节律的一个同步和谐 是我们保持健康的基本要求 人与自然不同步 天人不相应 是我们产生疾病的主要原因 就拿先拿我们这个六部脉法来说吧 是我们自然之间的一个五云六气 在脉上的一个反应 天人相应 强调的是动态节律的同步 自然之间有个动态的周期 对身体的生命周期中间会出现相应的变化 大到一年四季 甚至大四天 小到每一个动态的节律 脉就是我们最小的动态的节律 里面也同样包含了五云六气的周期 我们经常在门诊临阵的时候 也会发现 在有一个同样的时间段 大部分的患者的脉象 在这个时间段内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比如说突然要降温前 有一天的门诊 你会发现大部分的患者脉象都交钱沉了一些 那所以说重视脉诊呢 也是可以帮助我们 握机于病相之先 脉象也因病 因形也应天 这个大周期到小周期 其实节律是相同的 所以天人相应 自然之间的这个周期 周期呢 也是必定在我们人体身上反映出来的 善于天者 则必有益于人 我们可以看到人体上面的动态节律 就是自然之间这种大的节律的一个缩影 那么六步的一个节律 在冬天的时候 太阳含水的气就容易反映在我们左手的尺脉上面 到了春天的时候 绝阴风暮就会反映到我们的左官上面 那烧音军火也就最容易反映在左寸上面 当我们 我刚刚有提到 我们五六七在转化为我们中医基础理论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其实是常常日用而不自知的 那你看比如说脉象的问题 在19年的时候 我们有同事问我们 说这个19年的一个五支器 就是几亥年五支器 土云不及之年的时候 五支器科器又是一个太阴师徒 所以当时他摸到了有很多人 都是一个诱观脉尘系的情况 但是他要说经过调整了以后 这个病人的症状都基本好了 但是这个脉象并没有完全起来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大家也经过了一个详细的讨论 但是你看我们学习了五一六七以后就知道 当年是一个土云不及之年 那也是当年非常常见的一种脉象 那所以说大到至简直简与烦 所以我们在临阵当中 很多很多师兄师姐也会问 我们要如何去握机取向呢 那比如说我们要结合这个人出生时的一个运气 来分析他的体质 也可以参照发病时的运气来把握病机 来结合治疗时的运气 顺天应时选方用药用针 必先碎气无法添合 审查病机无失气宜 也是我们五一六七诊疗体系当中 必须实时遵守的基本原则 那今天呢 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学习五一六七以后 是怎样在临床当中 转变固有的一个思维模式 那我们要先看一下五一六七的诊疗三要素 根据我们五一六七的诊疗模式 顾之山教授总结了这个三个要素 首先呢 就是变对机 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 私人 私天 私病症 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 很多师兄师姐都会问 怎样取向呢 我们要从可以按六经的开合书来取向 可以按照我们六经病一解识来取向 当然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说到这个运气方嘛 运气方很多 初学这个 很多最初接触这个五云六七的老师 也会问 你们的运气方 仅仅只是三一四天方吗 这个 除了三一四天方当中的 十六种 十六方外 我们要抓住运气的病经 不论是经方 十方 只要我们是按照运气思路来运用的 其实皆可称为运气方 那么我们接下来 就是在不同的这个病案当中 和大家一起来体会一下 我们五云六七的诊疗模式 提到开合书这个概念 我们首先要了解 什么是 什么是碎气 什么是这个阴阳的本意 太极生两仪等等 那么要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才能很好的 接下来讲的这个开合书的一个理论 《黄帝内经》当中 其实是有专门讨论开合书的 叫阴阳离合 愿闻三阴三阳之离合也 齐博讲阴阳离合论 也就是大家看到的 素问阴阳离合论 我们说圣人面南而立 前约广明 后约太冲 太中太冲之地 名约少英 面朝南以后 左边就是东 左东右西 顾老师曾经这样讲 大家家里住的房子 都是以朝南的居多 面朝南以后 左东右西 那么我们北半球看到的 这个自然之间看到的天象 都是左升右降 太阳从东边升起来 不可能是从西边升起来 所以左升右降 叫少英之上 东边的太阳才能往上升 西边呢是向下的 少英之上是太阳 就是定下了这个太阳的位置 那么太阳其实是出身的 阳气 不是 不是阳气发射到最大的太阳 出身的这个太阳 我们在阴阳离合论上面 就把三阴三阳的时空方位 给我们定得非常的准确了 广明之下 名曰 名曰太阴 广明在南边 广明之下 就要从西边降下来 降下来 出现的第一个就是太阴 所以这个就是最早出身的意思 这样我们才能理解 伤寒论上面 为什么第一个出现的是太阳经 为什么从三阳转到三阴的时候 第一个是太阴经 那么看懂了这个开阁书的方位 我们才知道 为什么太阳为开 阳明为和 邵阳为书 这个 邵阴邵阳在这个转折点上面 我们把它叫做书 这个概念的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来看一个 病案吧 这个病案是一个不免疫发热案 它是我们这个根子年 疫情初期的时候的一个患者 这个因为一直高烧 然后也伴随了这个恶心呕吐 有三天的时间 根据当时 顾老师推荐的一个 治疗方案的里头 我选取了 根据他的一些情况 选取了身样一味汤 龙沙开和六气真反呢 我们选的是 太阴阳明 太阳影像了太阳 然后 到了这个 当时 他应该是喝了 喝了有 当天晚上吧 我跟他在11点多还是12点多的时候 在发微信 然后他跟我说 他那个就完全退烧了 然后包括恶心呕吐这些症状 也就都消失了 那到今年的这个10月10号的时候 他跟我发来微信 说这个 当时是一个多日高烧不退 吃了西药治疗以后 也没有体温也没有降下来 所以当时吃了送过来的中药 我看了他以后送过去的中药以后呢 一天就退烧了 他感觉他这一次的这个症状呢 跟这个庚子年的时候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他希望能继续 能不能转到我们医院来治疗 所以第二天他转到我们医院来以后 我去看看他 发现他确实也是一个周深酸痛 然后恶心吐 然后不愿意吃东西等等 所以根据他当时这个情况呢 我们又再次选用了这个生肴胰胃汤 到了10月12号的时候 就已经完全退热了 上述症状呢 也是都缓解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样去分析这样一个案例 那这个患者呢 他其实出生于这个甲银年的四肢气 是一个土运太过之年 主气呢 也是一个太阴师徒 我们方选了生肴胰胃 顾老师在根子年 关于新患防治的一个文章当中 也是详细解析了这个生肴胰胃汤 它是李东元治肺脂脾胃虑的方子 几下年我们龙沙的师兄师姐 也用了很多生肴胰胃汤来治疗 土运不及产生的一个 消化道症状的一些疾病 也是每每能获得奇效 那李东元在用此方的时候 也是用于了这个秋季 有躁而见 倦怠视卧 体重节痛 饮食无味等症 所以新冠患者 这个阳气虚损消化道症状 比较明显的 又这个失于躁兼者的 就是比较适合用这个方子了 那患者他第一次发病 是在根子岁的初支期 经允太过 躁气流行 客气呢 为太阳寒水 主气为绝阴峰木 木刻土 第二次发病呢 又是于这个任盈碎的五支去世 木韵太过 皮土受邪 阳明造金灯令 又再一次选用了这个 深阳一味汤 那你看我们这个 龙沙开合六气蒸发 两次呢 我都是选择了太阴阳明太阳 太阴阳明少阴太阳 其实也是 这个王开俊老师 之前也提到过的 这个七损八亿的意思 所以患者两次呢 治疗呢 都是一个快速的起效 那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个 这个加剑维瑞汤 当时治疗的一个案例 这个患者呢 他也是在 根子年2月4号的时候 第一次发现一个CT 发现的是个CT 是一个双肺的感染 然后他在这个 四天以后呢 俯查 是 交钱是一个进展的一个情况 那前后两次呢 当时查的是一个 核酸检测是一个弱氧性 然后从第五日开始 我去会诊以后呢 就给他服用了这个 加剑维瑞汤和这个神猪散 然后到第七日 俯查CT的时候呢 就已经吸收好转了 俯查呢 是核酸阴性 到了第十天 CT的密度 交钱变淡 但是 当时他就同时出现了一个 肝功能异常 所以西医呢 也是叫停了我们的中药 然后但是大家 如果还记得 当时的一个情况的话 都知道 这个当时武汉是有 很多 这个新冠的患者是伴随了 肝功能异常的一些情况 所以这个 这个患者停服了中药以后 再复查CT呢 他都是 就是这个 这个肺炎的 就是 没有在 没有在 都是一直交钱相反 就停在那里不便吧 到了这个 3月9号 患者出院了 到了 又经过了一个居家隔离 到了3月16号 他再次去复查CT的时候呢 仍然提示是交钱相反 所以他还是比较着急的 然后就到 又到我的门诊上来就诊 然后 门诊上就诊的时候 当时他当然什么症状都没有了 只有一个 凌晨两三天 一醒 醒后不易入睡 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考虑了这个 六经病解释 决因病解释 所以 当时也直接给他用了 这个欺负的这个 孤眉丸 七天以后 他去 复查了CT 就提示 肺上的严正 完全吸收了 那这样一个病案呢 其实也是让 当时 教廷我们中药的 这位西医的院长呢 对中医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他也觉得这个中医 确实是有其独到之处 这个是这个 患者 当时的一个肺上的严正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截屏 那我们其实当时 甘子年的时候 我们应用加减微乳糖和神猪伞的这个 时间 就是也是非常的多 那这些患者呢 他在临床当中 这个症状呢 也是能迅速缓解的 发热呢 当然肯定在两天内都是能 实现这个热退的一个 好的疗效 那今年 就是在前 这个在14号 就在前几天 郭老师也提示 也在群内提示了我们 说这个 如果 这个有明显症状的患者 在治疗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是要根据患者的症状来灵活处理的 比如说 高热偏躁的人 可以 还是可以应用我们的 活人书的 维瑞汤 偏湿 有消化到症状的患者呢 我们也是可以选用 这个 王浩谷的 神竹汤 那我们目前 在临床当中 可能应用的最多的 都是 顾老师 你的这个 龙沙的 任一年冬季的防疫方 那 很多老师在 群里头 这 这些天来 也是分享了很多 非常成功的案例 然后 取得塑效的一些案例 但也有很多老师 比如说提出了一些问题 有些地方 可能深藻人 已经缺药了 那么 老师建议呢 可以以这个 潮藻人 再加上我们 黄禽 来 暂时代替一下 那如果 遇到这种 桑叶缺药的 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用 桑白皮 加薄荷 来暂时代替一下 那如果 你的这个患者 高热情况 比较明显 我们可以加柴壶 以及我们黄禽的用量 可以稍稍 加大一些 刚刚也说过了 如果患者偏湿 有消化到症状的话 我们可以选用 王浩谷的神猪伞 如果 我们这个 高热 偏燥的人 也是可以再一次 选用 活人输的 维瑞汤 那 顾老师 这个左边的这张图呢 是顾老师 你的这个 这个任盈东的防疫方 它是一个预防用量 也是适合于我们 无症状 或者轻症的一个患者 但如果 有 有这个 与这个阳性人员 有密切的接触 或者已经出现了 症状 交重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可以 结合辩症 酌情 加减 或者 来调整 药物的一个 用量 那如果我们是 单纯防疫的话 也是建议 服用 一到两周 那这个案例呢 是 也是近期的一个案例 他是一个 北京的 一个朋友 那他 已经在家 烧了三天了 然后终于收到了 这个 药 收到了这个 这个 预防方 然后 当天晚上呢 这个 小朋友就是 退热了 症状也都消失了 到了第二天早上 他跟我说 已经不烧 他跟他的爱人呢 也不烧了 到了中午 到了 第三天的时候 说又观察了一个晚上 没有再烧起来 而且早上起来以后 精神和症状都明显好转了 所以 也能看得出来 顾老师 此次你的这个新冠案 在这个 这个 此次的这个 疫情当中 能取得很快的 速效的一个 呃 疗效吧 啊 那我们 呃 有很多老师 对于这个 呃 有症状的一个 习惯的患者 啊 很多老师都会 从这个 呃 这个辨证失智的 一个角度来入手 啊 但是啊 临床当中 可能往往有很多 无症状感染者 啊 前几年就会更多一些 啊 那因为 因为还要 前几年还要追求 要 转阴快速转阴的 一个情况 那很多都无从下手 也有很多龙沙的 呃 老师 啊 跟我在这个 微信当中来探讨 怎么样能让这个 呃 阳性患者快速转阴 久不转阴 久不转阴的这种患者 怎么办 那 呃 这个 呃 你看这个这个一案吧 你看三个不同的人 然后查的核酸异常 但是却没有明显的不适 也是服用了当时 顾老师的这个啊 三支器的一个防疫方 服药三天以后 他复册这个核酸就已经转阴了 也是非常的快 啊 那还有一些老师啊 就是可能不太了解五云六七的时候 也也对于就是顾老师这个啊 任营东的这个防疫方啊 有一些疑惑 就是说这个嗯 没有什么新温的药 它怎么样能起到一个截表的作用啊 那也还有一些老师 呃 呃 就是你看我们龙沙的师兄师姐当中 也会运用防疫方啊 不同时间段你的 顾老师不同时间段你的这个防疫方 在这三年当中 也是治疗了很多不同的疾病的一案啊 那呃 也有很多老师会问为什么 或者想不明白 而且呃 真的是在实际当中用的时候呢 又有点不太敢用 那其实我们在学习了五云六七以后啊 就如这个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张重镇所说 并如不是当年气 看于何年运气通 只向某年求治法 方知都在治疹中啊 结合实际情况 灵活运用运气的原理啊 其实往往都会有 意想不到的收获 啊 我们再来看一个啊 这个案例 一个将细胞性乳腺炎的案例啊 这个患者是在 呃 呃 这个 去年的 这个二支期的时候来就诊的 啊 他已经从 根子年的时候就 呃 这个 被诊断为这个将细胞性乳腺炎 然后反反复复 一直都没有愈合 当二支期来的时候 我们就给了这个备化汤 然后呃 这个六七针法呢 其实他 因为他当时其实已经看了很多中医了 然后呃 也不是很有信心 然后因为这个 也一直都反反复复没有好啊 其实这个第一次来扎针的时候 其实也是被我压到这个床上 呃 扎了针啊 那之后一个小时 他自己触摸这个乳腺啊 的原有的这个包块处呢 就已经有明显的一个变软 范围也缩小了 然后他就更有信心了 所以才去开了这个中药 我们开了二支期的一个备化汤 然后这个患者呢 出生于几位年 他是一个徒孕不及之年 啊 那发病呢 其实又是一个根子年的五支期 哨音军火 是贯穿前年的 然后就诊的时候又是一个新丑年 太阴师徒当令啊 然后二支期呢 这个客气主气呢 都是一个哨音军火 凉火叠加嘛 啊 所以综合考虑了一个 先天的运气因素 发病时的运气因素 就诊时的一个 就是当年的运气因素 其实它都指向了一个双开 哨音啊 所以我们方雪也选了是一个 二支期的备化汤 针灸一次服药啊 两顿 以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情况 啊 他第二天啊 跟我说啊 原来一直没有想到要针灸啊 真没有想到针灸完了以后会变 马上变小 然后呃 到了这个下午的时候 我问他分泌物怎么样 他说呃 稍微有一些 但是看起来一伤口已经基本收口了 啊 到了八号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晚上 昨天晚上换了一晚上纱布 今天已经一天都没有新的分泌物了 啊 就是啊 随着患者我们的这个肿块的逐渐缩小 后来我们也是以这个肿块的中心为定位来取向的 啊 也是非常快速的一个治疗的过程 啊 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一粒 将细胞性乳腺炎的一个案例吧 然后这个患者呢 啊 也是一个 呃 这个 呃 将细胞性乳腺炎 它是产后一个月 然后这个 乳腺的这个液性的安静也有56到20 28 然后我们当时选用的一个中药呢 是一个生鸣汤 然后加了这个白微玄僧和丁香 啊 六七真法呢 我们呃 是一个太阴少阴少阳 啊 所以到 呃 看这个 它是3月23号出诊的 然后到了4月4号复诊的时候 就当时它已经完全拔除了这个啊 引流管了 啊 然后局部呢 也是以一个呈现结痂的一个状态 状态呢 也是没有了啊 所以一直都是以这个 生鸣汤继续服用 到了这个呃 4月26号的时候 它那个呃 因为前面的其他症状没有了 但是它那个川次后的那个引流口 这个 这个引流管都拔除了以后 它那个引流口的浴壳比较慢 所以我们又呃 直接改改成了这个镇阳汤 啊 到了 后续到5月份去复查的时候 就已经啊 完全正常了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病案吧 啊 这个患者呢 他是一个根五年三支器出身的人 是一个少阴军火四天啊 然后他发病又是 于这个任阴年的初支器 是一个少阳向火四天 客器呢 是少阴军火 就诊时为任阴年的啊 这个二支器 主器为少阴军火啊 所以综合考虑了一个先天的运气因素 发病的运气因素 以及我们就诊时的运气因素 也是先后选用了这个生命汤 然后也选用了二支器的生命汤 脊移痒汤 啊 这个 这个 龙沙开河六七针法呢 一直是以这个太阴 少阴 少阳 啊 为主 啊 所以也是使得患者 因为他其实一直在 要不要手术 这个这个问题上纠结 啊 然后家里人呢 也是劝他赶紧去手术吧 说这个 嗯 这个怎么可能能吸收得掉呢 中医中要怎么能吸收得了 脓呢 他脓就在那 他怎么能吸收呢 啊 所以经过治疗以后 他也是对中医 也是 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吧 也使得这个患者呢 免于一个再次的一个手术的一个治疗 我们再来看一个肺心病的一个案例 这个这个老爷子在出诊的时候 这是今年的一个案例 在出诊的时候来呃 门诊就诊啊 喘得 非常厉害 然后这种气短难续的一个状态 就很很难能听到他说一句完整的诊话 啊 那啊 当时这个 呃 呃 呃 我就第一次的时候是选取了这个金贵麦冬汤 啊 呃 因为那个 郭老师在庚子年的时候 在这个极中文极为中正抢救的时候 有提到过 这个 集层阳明写啊 所以当时也是建议了这个呃 应用这个金贵麦冬汤啊 所以这个 这个这个呃 也是 时时刻刻就是让我记载心理啊 所以啊 当时也是直接跟他选取了这个金贵麦冬汤 啊 到了 二诊来复诊的时候呢 他就描述他这个气喘 气喘的情况已经交钱改善了 而且他的活动量也能交钱增加一些了 然后呃 就继续给他服用原方了 到了11月7号也就是立冬当日 他来复诊 他说他其实一直觉得还蛮好的啊 也是这个气喘也是明显改善 活动呢 也以前越来越多一点啊 但是到了呃 来就诊的当天的早上10点 他突然感觉 就来坐车过来的时候 我突然感觉这个气喘有点交钱加重了 啊 啊 那呃 当时给他也是调整为了我们的四天麦冬汤和 静顺汤 啊 然后呃 当下给了针针灸呢 也是给了这个双开加杨明影响了太阳 啊 当时针完他就觉得这个气喘是一个明显改善的一个情况啊 到了11月21号就诊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已经可以走一个交长的距离中途是其实不需要停歇的了 而且他吃饭 而且他吃饭也就要减明显的一个好转啊 所以我也减少了这个麦冬跟半下的用量也在方中在合了我们浴屏风散啊 然后针针呢还是取的是双开和阳明 啊 到了12月12号来复诊的时候 呃 这个患者告诉我说他的咳痰呢每日也就一到两次了气喘是明显的好转 你从这个我们这个地铁的口走到我们医院可能差不多有个1.3公里的样子已经完全不用 不用休息就能直接一次性走过来 他说他也感觉非常的开心 所以我们也呃这个给他开了这个今年的医疗高峰啊 选的也是有这个麦冬静润以及鼠玉以及我们明年的几肤神汤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患者啊 那这个患者他是呃 鬼四年三肢去出生的一个人是个火不及之年啊 啊然后啊发病呢是一个根子岁 是个惊叹过之年啊 那任银年五之气啊 主气呢又是一个阳明照经啊 然后有客气呢是个太阳寒水 啊所以我们第一次选了这个太阴阳明决音影向了阳明方选的选的也是金贵麦通汤 刚才也讲到了是这个啊 浮躁在太阴急从阳明解这个事情啊 那金贵麦通汤也是一个竹坛就肺的一个啊 治疗那在立东当日他来复诊的时候 在太阳明决解释的时段症状有所反复 我们考虑也是可能是这个五支气的太阳 含水又临近了中支气 含水又加剧啊 所以我们呃改用了调整方剂为四天麦通汤和静顺汤 针法呢也是改为了双开 阳明影向了这个太阳啊 所以他征后呢也是气喘啊明显改善啊 现在症状也是能好能好到现在像一个正常人能够呃 呃提高了他的这个生活质量吧 啊那我们再讲一个术后愈合不良 这个患者呢呃是今年的三月跟八月啊 先后行了治疗手术 为什么要行行呃做两次治疗的手术 就是因为他三月份做手术以后 一直都没有伤术后这个伤口一直都没有愈合 然后到了八月份 然后换了一个专家说他是手术的问题 又再次做手术说就好了 再次做完手术以后 术后还是一直刀口愈合不良 一直有肾血啊 那这个你看他来就诊的时候已经到了十月二十四号了 他就觉得他有疲劳感 而且动动就容易出汗啊 还有一点他是有这个凌晨两三点一醒 然后而且这个后半夜的夜里头会觉得怕冷比较明显 就是能冷醒那种感觉啊 所以啊我们我当时是给了他这个在白天给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的运气床的和方 生命汤和灵珠汤啊 在中间加了两位这个正阳汤的白尾根选森啊 夜里呢我们是服的这个五眉丸 那到了十月三十号他来复诊的时候呢 他就跟我说这个疲乏感就是觉得明显的好转了 而且汗珠的情况也减少了 精神也比以前好多了 啊那个觉得这个啊 这个派冷的这个情况呢 也交起了明显的一个改善啊 那是因为那个 但是他觉得还是有一些肃血 伤口呢还是跟之前差不多啊 那因为我们前前诊的时候呢 呃这个药房里面没有子弹嘛 我们是用牡丹皮来代替的啊 所以我就让他自己回去准备了这个子弹 我说可以入药的这种子弹 我们家因为圆方当中 这个生命抗圆方当中 其实是有子弹这位药的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加入子弹以后的一个情况啊 虽然你看他加入了子弹以后 他跟我到十一月六号 他来复诊的时候就跟我说 他吃了前面的三副就已经没有肾血了 而且那个刀口愈合不良的情况 他也去检查了一下 也是交钱有所改善的啊 所以又继续圆方治疗啊 到了十二月十一号 他再来复诊的时候跟我说啊 什么就是症状什么都没有了 刀口已经完全一合了啊 也就是吃了前前前前面的这个两个合方 就是加了这个子弹啊 肾血也没有了 所以我们也是开了一个人一年的啊 冬高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患者啊 这个患者你看是一个丁卫年五支气出身的人 目不及之年 然后他发病呢 又是今年这个人应岁又是一个末太过之年 啊那 呃 治疗的时候的这个时间呢 又是一个任一年的五支气 那主气呢 又是一个阳明造精啊 所以我们选用的方样呢 选的也是啊 这个生命汤和灵珠汤啊 夜里选的也是五美碗 啊那你看我们说 我刚刚说了 患者一诊的时候 是以了这个牡丹皮来代替了子弹 虽然有好转 但是刀口没有完全找好 还有肾血 到二诊的时候 他外购了子弹以后 啊我们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 以及雕效的不一样啊 那我们都能都知道 三四天方当中 对生命汤的一个论述当中有提及 子弹为东南尖色 寒门圣火 咸足柔肝 又上下维持之肾药也 啊分目主力 亥及阳明 呕吐血液 举肝目充胃所致 啊所以加了子弹以后 也就雕效盛加 啊那 这个前面的这些案例呢 我们就是来感受了一下 这个开合书的一个动态的变化 啊我们也是可以顺着 女性的一个升职周期啊 来理解我们开合书的一个动态的过程 啊那 顾老师其实也是经常用506气的开合书理论 来阐明了天轨与理性升职周期的一个关系 啊我们都知道这个 啊啊所以也就如大家所看到的这张图 排卵以前接属 接属少阴排卵以后 接从绝阴啊 卵胖失去受孕能力 难属太阴 这个女性的这个月经周期鲜明的体现了我们这个人体的一个啊 生物的节律 我们以三阴三阳开合书的理论来进行讲解的话 也是能更能动态的理解阴阳相长的一个变化 啊那啊我们当我们的这个三阴三阳的一个气机升降出入变化 异常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月经的紊乱啊 当然也会并啊 这个生出这个阴阳寒热虚实等等的一个各种的临床的症状 啊这个我们从顺着这个月经周期来顺应这个三阴三阳 升降出入的一个动态的实位来灵活运用的话 啊也是能让我们月经得到一个迅速的一个恢复啊 那换句话说 如果你能把月经调好的话 其实也更能理解我们开合书的一个动态过程 在生理病理上的一个变化 女性到了这个排卵之后呢 其实是到了我们的少阳阶段啊 表现在我们人体身上也确实发现了有体温升高的表现 也就是说气怀运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征 是跟我们生理的现象是相应的 啊 那女性的这个排卵期后进入到了少阳的受孕阶段 受孕后受孕或者受孕失败又转入到了太阴阳明阶段 那太阴开阳明和月经才会无期而至 否则呢也会出现月经失常必经啊 甚则呢就是影响我们的生育啊 那我们说人体阴阳是以开合书的一个动态形式存在的啊 那他就不是一个简单对立的一个统一的一个关系啊 所以我们说太阴阳明和太阴是应该同时来发生的啊 那在呃 顾老师的呃 门诊当时我们也能呃 发现这个根据我们这个经期不同的时段啊 比如说按照少阴 绝阴 绍阳 太阴 阳明 我们也是分别选用了当归四孕 孤梅丸 柴桂 干姜汤 固葱汤 温津汤等等来进行调精 每每呢也都能获得家校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孕阳卵巢综合针的案例啊 这个患者是从18年8月流产以后出现了一个月经后期 按照顾老师这个开合书的这个月经周期的思路 在排乱期也就是天轨进行绝阴阶段 全用了乌梅 管和这个温津汤 然后绝阴围和两阴交近进入了少阳 少阳向太阳 太阴转化的时候啊 我们又用了这个柴虎桂枝干姜汤 那到了这个如果出现了这个月经不治 我们是可以使用温津汤 然后重用麦冬跟半夏的量来达到酱阳明的作用 那月经之后呢 我们要从少阴论之 顺着这样的一个月经周期 汤药调整了一段时间 患者的月经呢 已经其实可以正常的来潮了 所以到了这个根子岁的冬高的时候 我们是选用了这个温津汤 灵珠汤 五味子汤 玉瓶风 散和这个四五汤 然后到了这个去年的冬高的时间再来复诊 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多囊暖潮综合症的这个 在B超上的显示呢 就已经没有了 那而且他在这个根子岁服用冬高后 月经呢 也是每月都能按时来 然后他以前每年到了夏季 他都会出现一个法力不适的情况 在这个服用冬高后 跟这个新少年也没有出现过 感冒呢 也只能是感冒了一次 所以也跟他祭福了这个新少年的一个高方 我们再来看一例这个子宫内膜意味症的一个痛经的案例吧 这个患者呢 每次来月经的时候都痛不欲生 第二天的时候就是痛经非常的明显 然后所以我们每一次 我就建议他每一次在经前一周的时候呢 就给予这个 一周或者十天的时候 给予这个龙沙开和六七针法的一个治疗 少阳太阴阳明 然后到了月经来超以后 我们就会取太阴少阴和太阳 到了方雪呢 也是从这个少府煮鱼汤 温金汤 当温四面和小影间 就是跟着老师的这个 调整月经周期的这个思路来 当然同时呢 我们也是运用了这个十字咎的治疗 所以这个患者在经过治疗以后 他这个痛经 二十多年的这个痛经嘛 就完全好了 因为他的先生呢 也是我们医院肿头科的医生 所以他本身其实是想 帮他行这个子宫动脉栓三S2的 但是也没有想到 经过两个月经周期的治疗以后 症状就已经基本没有了 所以他也就是觉得很惊喜 那今年的这个十二月十二号 他来复诊的时候 这个后续的这几两个月的这个月经呢 也是正常来潮 以及没有什么特别的痛经的感觉 所以给他开了今年的冬高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六金并预解时 那顾老师也是认为 我们这个伤害论的六金并预解时 其实是源于我们开核书的 一个时间定位的 那把握住我们这个六金并预解时的时间节点 助推企划有因出阳 也是让我们疾病能得到治愈 那初选五云六期的话 我们可能不知道如何去取向 而且也不知道如何去抓三云三阳 然后听完开核书以后就觉得更乱了 更不知道如何入手 那其实从哪里找抓手呢 那就我个人的一个学习 包括我们很多师兄师姐来学习五云六期以后 其实都是从六金并预解时来入手的 那在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三云三阳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知道具体的几点钟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透过六金并预解时来 慢慢的领会了我们三云三阳的开核书 那作为如果有初学者的老师的话 我也想和大家分享 建议大家不妨先从六金并预解时入手 从你的病患当中那些时间节点 很明确的人入手 按照取得的时间来选方 或者我们来用运用我们的龙沙开核六期针法 来取得相应的金 那也是效果是应该是非常明显的 比如我们我之前看过这样一个病案 这个患者每天到后半夜的时候 就会出现两个小腿从两个小腿的后侧 从窝窝处到脚踝处出现一个汗处不止 他也是看了很多上海南京的不少名医了 他说基本吃了药以后都是无效的 那对于我们龙沙弟子来说 每每听到患者这样的描述的话 那我们都能想得到 这样一句话叫暗暗窃喜 那么这个是属于什么预解时呢 它是属于绝阴病预解时 所以当时我也是取了绝阴 所以也运用了无眉丸 第二天早晨再来针灸的时候 他已经说效果真是非常的好 基本上就已经没汗了 随后呢他也连续针灸了几天 那我们 我们这个 我拜师了以后呢 其实最先学到的也是这样一个时间的问题 那其实五云六记讲的就是时间 时间的本身其实也是我们的 也是一种像 所谓是实像 那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有什么像 把握好时间的节点 那我们就更容易搞得明白 也可以先从预解时的时间节点 来辨识握机 初学的老师呢 我就建议直接记住上面表格当中的时间来运用 那因为 这个 前面这个余郭勇教授呢 其实已经我跟大家详细的 这个讲解了这个 这个六经病予解释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直接就从病案来入手吧 这个患者呢是一个带装炮诊 你看他非常的明确 是一个早上8点到12点 下午的5点到9点 又伴有了入睡男 打便男 是一个太阳病一节时 以及阳命病一节时 以及阳命病 那在针灸和口服中药 仅仅就一次以后 他这个带装炮诊 只在第一天的时候发作过一次 而后就没有再发作过了 这个患者的带装炮诊 是就是带装炮诊 后一神经痛 已经时间有20多天了 紧扎针了一次以后 他就没有再发作过了 后来复诊来的时候 也是因为有一些腰痛 所以我们也就开了 顾老师的这个腰痛方 还有这样的一个 睡觉不好的案例 你看这个患者入睡慢 凌晨两三点一起 那刚刚已经说过了 这个要暗暗窃喜了 所以我也是运用了 乌眉丸以及针刺了绝音 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 要借助这个丑时绝音的一个力量 绝音的这个阳气呢 其实进一步的生长 那熟知的一个代表方 在这个绝音病的这个 预解时的一个代表方 就是乌眉丸 那再往后呢 其实我们就是要借助 绍阳的一个力量了 你看这个患者 他的夜间醒来的这个时间段 已经推到凌晨三点多醒了 所以我们再往后 就要借助这个绍阳的力量 阳气进一步进展到绍阳的时候呢 疾病也就更容易解了 那越到后面呢 其实就越容易解 所以他到三诊的时候 所以我们选这个方样 你看调整了这个学府竹鱼汤 六七针法呢 也是加取了绍阳 所以三诊的时候 睡眠就已经完全好了 他跟大家分享一个 这个药物性 性的一个批诊的一个案例吧 他也是很明确 这个18年发病的 然后每天到下午五点以后加重 晚上凌晨一点到三点的时候 醒过来就不一再入睡了 是一个阳明病绝阴密欲解释 你看大家来看一下 他来就诊当天的一个皮肤的一个禽状 你看有点 可能还不容易能看得出来 他有这个 有这个流那个浓 这个分泌物的这个浓水出来 那我们当时给他的 这个方济呢 也是这个串联福林汤 和了这个晨气 晚上也是加福了一顿这个乌美碗 所以我们看一下他 诀因四天是二支气 又到寒水做客时 我们要先碎气 就诊是几下年二支气 发病是误虚年中支气 出生是甲虚年三支气 然后我们再次按照这个诊疗模式 四天四人四病症来进行分析 这个患者是一个甲虚年三支气生人 甲虚年是一个土云太过之年 寒水加零效果 18年12月出现的皮诊 当时是一个太阳寒水四天 误虚年呢 又是一个火运太过之年 他来就诊的时候 是一个几亥年的一个二支气 是一个少阴军火的主气 太阳寒水的克气 我们都知道这个 宙问在这个串联福林汤当中 是这样写 他的方译是 含肾火育之汇 然后专利水清热 所以这个患者 而且这个皮诊 骚痒非常的明显 所以猪痛阳疮皆属于心 所以这个热肾则疮痛 热微则疮痒 心也属火 其化热 所以这个疮痒呢 也属心 而且这个患者你看 他又伴有了这个 阳病病跟绝阴病 与解释的情况 所以也随方加减了 这个 神器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他4月25号来复诊的时候 他的一个皮肤的一个情况 基本这个裂开的这些 肝结的这些夹都已经 掉下 掉夹了 而且骚痒呢 也交前明显的一个改善 到了5月27号 再来复诊的时候 皮肤已经基本上 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了 也是非常快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六斤病解释的应用 其实呢 也是可以扩大到年周期的 那这张图呢 是我借用了李洪老师的图 那从这张图中 我们也能看得到 五月六气的率呢 从一天放大到一年 一天的24小时 也对应了我们一年的24节气 它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可以 可以是一天当中的一个时间 当然也就一样 可以是一年当中的某一个时间 比如说是下面这个案例 这个患者是一个 慢线支气管炎的一个患者 每年到秋冬转季的时候 就出现干壳无痰 然后这一次他又发病了 发病以后 方璇给予了这个麦冬汤 然后又合了这个 不美碗 真反正选的是 太阴阳命和绝阴 到了 你看12号来就诊的 14号咳嗽就已经基本没有了 阴阳也没有了 入睡也转家了 半夜咳心也没有了 就一个三点多一醒 醒后不易入睡了 那我们也来分析一下 这个患者呢 是一个 己亥年中支气神人 是一个 绝阴丰目四天 绍阳笑火载全 发病呢 是任淫碎 墓楼太过 绝阴丰目载全 治疗的时候 也是我们任淫碎的五支气 也是 是我们这个 阳明病解释的一个情况 那又指我们主气 当时也是一个 阳明造经的时间段 那 私病症嘛 那他每年 每于秋冬季转季的时候 出现咳嗽气粗的症状 入睡难 双目发胀后 半夜咳心 等等的 结合以上的取向思路 我们选择了 麦冬汤的五美碗 所以治疗后 上阵也是得到了一个 快速的缓解 那 当然我们 我们听 听过了这个开合书 也听过了六斤病解释 那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 还是要去体会 这个六气的一个 升降输入 因为这个开合书 来产生六气嘛 三一三样 开合书的运动的总趋势 运动的总方向 其实都是要在 左伸右降上来把握的 比如说 这样的一个案例 这个患者 你看 他眼眶痛 入睡困难 然后 但是他合并了一个 左官脉弱 是一个丁年出身的人 我所以选取了 这个 丛容牛西 汤 和了一个天麻 和下枯藏两个一样 因为他当时来的时候 血压非常的高 200度 所以到了12月26号来复诊的时候 这些疼痛啊 乏力啊 都基本没有了 入睡困难也是明显的好转 就继续治疗 到了11月9号的时候 已经停服 降压要半个月了 也是选取了这个 沈平汤 丛容牛西汤 黄岐浮沉汤 以及我们的 守屋 严寿 丸 那这个患者 你看他是一个 刚刚已经讲过 他是一个丁永年四支 去出身 暮运不及 阳命造金四天 就诊 发病的时候 是一个人阴年五支气 是 发病跟这个治疗的 运气条件 其实是一样的 主气都是一个 阳命造金 然后 综合他的这些 所有的因素 以及丝病症的因素 所以我们去 选取了 丛容牛西汤 那你看 刚刚说过 他的眼眶疼痛 入睡困难 其实都是 阳命不降之下 然后左官 又有左官弱 那这个病案 其实就是让我们看到了 什么叫做 左面伸不起来 右面就降不下去 所以我们从 绝阴阳明入手 来调了 他的气机的升降 方选了 这个丛容牛西汤以后 他的症状 也是得到了 一个快速的缓解 然后血压呢 也是一个 平稳的状态 那我们说 前有乘科 现有中症 我们也可能 经常会看到 很多专家 在飞机上 或者火车上 用针灸来急救 那其实 这个我们 除了体现 我们这个中医的 一个特色和优势 那我们是不是一样 也可以用到 危急重症当中的 一些救治呢 是不是一样可以治疗一些 极为重症呢 或者疑难的杂症呢 比如说这个患者 是一个动脉夹生素后出现了一个阴雅身带 身带闭和产食的这个身带麻痹的一个情况 然后给予了治疗了以后 这个你看3月7号 阴雅就已经交钱好转 本身下午 下午是 到了下午就完全不能正常说话了 现在已经可以正常说话了 入睡也转家 到了5月18号的时候 手也不麻了 凌晨醒 一醒也没有了 到了 这个 7月25号的时候 复诊 他这个声音 嘶哑就好转了 基本上是正常说话 就是但是当时还不能完全大声的一个说话 到了8月5号 他说大声说话也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情绪激动的时候 稍微有一点点影响 学压也是平稳的 到了9月22号的时候 患者就已经完全可以正常说话了 我们选取的也是复合汤跟这个黄岐福神汤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样一个乳腺 乳腺癌复发性的一个转移性疼痛 他也是 乳腺癌是6年 然后那个有一个右下腹的疼痛 也是伴随了他6、7年 所以我们当时真法选的是一个阳明诀音 少阳 我们是神缺影像的诀音 然后拯救一次以后呢 就疼痛就没有再发 我们来看看他的一个情况 这是他两次的一个治疗 那这个患者呢 他是出生于鬼猛年的一个三支器 岁火不及 阳明造金四天 然后患者第一次就诊的是一个人音岁的四支器 暮运太过 扣起为阳明造金 那第二次 这个情况呢 是一个人音年的五支器 是一个暮运太过阳明造金当令 所以我们龙沙开火六七针法的两次针法 选取的是一个阳明绝音绍阳 神缺影像绝音 阳明绍阴绍阳 百慧也是影像的阳明 都是取得了很快速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五云六七的一个诊疗的三样素 那第一呢肯定就是变对机 那无论你是针法还是运取方 都一定要先去变六七 然后要关键也是我们的取向 四人四天四并正 要结合五项 天项 气项 物项 正项和脉项 那还有这个取准位 也就是我们开合书的位 然后当然还有这个六金兵 解释等等的这个位置 当然也要 一定要选好真 以及选对方 那临床上还是要去结合 这个我们这个 必先碎气 无法添合 审查病机 无时弃疑 这个要迟时去遵守 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 那我们 总的原则吧 就是不理开合书 不理印象 不理欲解释 不理六金 也要 但是也一定要注意 要不以术推 以向之为严 这个我们运气之用 是不拘泥于术 也不可拘泥于固有的推断模式 要顺天查运 随机达变 以我们运气的实际情况来用 顾老师认为 这个运气变质的实质呢 其实就是基于天人相应的一个思想 透过自然气息的运动变化 来了解人体气机 以及其临床表现 颈调阴阳 如实气宜 通过调整天人关系 从而达到去病除疾的目的 我们要跳开 以疾病为中心 那五十六七更重要的意义就是要 见病不治病 使人的健康达到最佳的一个状态 天人合一了 我们许多病 也就不用去管它 自己会好的 中医就是强调 气血充火 百病不生 那产生疾病的最根本的内因 其实是我们的身体内部乱了 也是我们的天人关系失调了 所以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要让我们正气达到最佳的状态 就是天人合一 那 这个我们五十六七的这个临床的思维的一个应用呢 它不是以一个具体的病种来治疗的 不是在治病 而是在调我们的天人关系 帮助人体恢复到健康的状态 顺天应食 调整人的动态节律 则不治病而病自愈 那我们传统的这个中医辩证治疗 其实也是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是 为什么五十六七在没有明确的主治病症 也一定有非常好的效果 甚至是更好的效果呢 六经千百病 五十六七通过调整气肌的变化 一样是可以效如浮古 一些病症的表现 使气肌出现了不和谐 那我们就要通过药物针灸等等 主动让人体来顺应自然 从而起到天人回忆 达到去病除疾的目的 当我们气肌调和后 症状自然就会消失 但是再次还是要强调一下 一定不能机械 不能教条都通过推算来运用 那话再说回来 健康是天人之间动态节律的一个和谐与同步 运用五十六七治病 其实就是调天人的动态和谐 从天人合一入手 是我们更高层次的诊疗体系 以健康为中心 顺天一时 调整人的动态节律 则不治病而病自愈 所以说天人合一 道法自然 是我们健康的最高境界 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交流的内容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 请各位专家老师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吴主任的精彩授课 尊敬的顾老师 各位专家 各位老师 他也是这个紧扣三云三阳的这个开合书 我们在临床上如何去应对 这些疑难杂症 虽然在治未病科 但是这也是我们中医最高的这个境界 所谓上功致未病 那我们如何来把握先机 就是要能够把握住五一六气 只有把握五一六气 我们才能真正的所谓这个内经 治症药大论里面跟我们讲的 要必先 碎气 我们要能够审查病机 无失器 这些都是要建立在对三云三阳 开合书的动态 周期性的这种截略性的变化 整体的把握 那根据我们临床上的患者 出生时 发病时 治疗时 三个不同的时段 我们把握患者的运气体质 我们把握住他发病的当时的这些象和鸡 能够在治疗的时候 借助当时的这个运气的格局的情况 来顺天应时 借天发力 能够四两不千斤 就像吴主任这个总结的 我们要辩对鸡 就是四天四人四病症 取准为这六部鸡的这个位置 它动态变化的这个过程 我们要把握 同时也要能够选对方 能够结合把握住这三要素 那我想 我们这个五云六七的 这个诊疗模式 临床思维 通通都能够一一贯制了 那非常感谢吴主任 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内 能够从整体上 来把握我们龙杀 浴血流派 五云六七在临床上 运用的这个特色技法 好 接下来为我们受课的呢 也是来自我们这个东道主 惠山区中医院 智慧病科的主治中医师张芳琴 张主任呢 也是这个我们五云主任的 左膀右臂啊 也是拜师跟顾老师学习 是我们龙杀医学流派 第六期的这个后备传承人 那他这次跟我们分享的呢 是他在临床上运用龙杀开合六七针法 在智慧病科当中的一些运用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了张主任来跟我们收课 尊敬的顾老师 各位专家 各位老师 大家好 很荣幸可以在龙杀特色诊疗技艺培训班上 跟大家汇报 龙杀开合六七针法 在智慧病中的应用 关于龙杀开合六七针法 上午王凯军老师已经给大家讲的非常详细了 我主要分享一下 我自己在临床上究竟如何选经行针的 在运用针法前 还是需要先明白五云六七的诊疗模式 前面老师的课已经讲的很多了 五云六七是中医基本理论的基础和渊源 它不是中医理论的一个部分的概念 而是跟每一位中医都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诊疗时 卧疾取向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是变对机 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私人私天私病症 很多刚接触五云六七的医生都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怎样来取向 我在临床上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按六金开合书来分 可以根据出生的运气条件 当下的使令 发病时的运气条件来取向 结合治疗时的运气 顺天应时 选方 用针 第二可以按照六金并预解时来取向 第三可以按照六金寻形部位 六七应阳方位印象取向 其次就是取准位 寻经取血 可以寻找一些压痛点 敏感点 最后就是运好针了 首先来看一下六七开合书 开合书的这个概念 顾老师上午的课也讲得非常清楚了 三阴三阳的开合书决定了六金各自的属性和不同的特点 那么我们应用六七针法来治疗 来发现三阴三阳的动态 能更好地感受开合书的动态变化 跟药物相比 可能更加直观一些 我们来看第一个病案 患者是三年前的时候 经常有胸闷气短 就诊的前一周症状反复 同时伴有头晕 乏力 恶心 腌肝 还有露碎难的问题 当下 开与那个针法针了 绍阴 绍阳 太阴 影像绍阳 生下既感凶梦已经没有了 留证了三十分钟 也没有出现凶梦的感觉 汤药 寓生命汤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患者 私人 这个患者出生于 更五年二次期 绍阴军火四天 绍阳向火在全 主气也是一个绍阴军火 四天 患者发病于 2019年是一个土运不及之年 加重及治疗 均是 润淫年的二次期 绍阳向火四天 主气是绍阴军火 私病症 患者恶心 凶梦 我们讲守太阴费经 起于中江 尚得储费 同时还伴有一个露碎难 我们也常常提到 虚则太阴 实则阳明 所以取一个太阴 还有头晕 乏力 烟干也取了少阳 综合以上的这个取向思路 龙虾开合六七针法 与少阴 少阳 太阴 影像少阳 达到了一个 立竿见影的效果 我们再来看一个 还是一个凶闷的一个病案 但是这两个月来 都是在 晚上 十点钟左右 出现一个凶闷 心慌 加重 平卧的时候 更加明显 还伴有双下肢的一个水种 睡眠的话 也是一个露碎困难 当时与 龙虾开合六七针法 与太阴 少阴太阳 影像一个太阴 一周后来复诊 胸门心慌 均有好转 胸下肢水种也减轻了 睡眠也转加了 但是还有一些 棉前一醒 然后针灸就增加了一个绝因 这个患者 分析 这个患者 这个患者是 任五年生人 任年是一个 木运太过之年 风气流行 皮土受邪 而且是在 太阴病遇解时 症状加重 患者 入睡困难 也是一个虚择 太阴 实责阳明 所以开太阴 取降阳明的意思 任五年初之气 客气是一个 太阳寒水 双下肢的水种呢 也是取双开 增强一个 沥水的功效 加上手上一心筋 所以我们取了 太阴 哨阴 太阳 影像太阴 这两个患者呢 这两个胸门的患者 一个取的是双开 一个取的双疏为主 都达到了一个 满意的这个治疗效果 再看一个 双合的病啊 是一个小姑娘 它是左手胡扣的位置呢 反复出现一个 搔痒 增生 军裂 外途高药也一直 没有好转 反复发作了两年 平时有一个 月经后期的 那个月经 月经经常 后期还有一个 办一个辅障 大便不成形的问题 当时给予的真法 真的也是一个 阳明绝阴 因为他来就诊的时候 月经晚了有十天 所以引经也引了 一个阳明 两周后来复诊的时候 就说明显有好多了 当时给他拍了一个照片 可惜第一次来就诊的时候 没有拍照 真法继续与阳明 决婴 影像决婴 先后 预约复合汤 白竹后补汤 等到11月20号 最后一次来就诊的时候 然后患者说 这个褪皮 军裂 真身 这两个星期 都没有再出现了 以前都是 这个退了 又退了 又长新的 然后这个真身 一直反反复复的 然后在 昨天我也给他 回访了一下 他说至今都没有再复发 然后皮肤烧量 也没有了 这样通过调整 双合 两年多来的一个皮选 就解决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患者 他是私人 患者是 以汉年初之气生人 绝阴蜂目撕天 主气也是一个绝阴蜂目 撕天 发病于根子年 经运太过之年 就诊的时候 正值任盈年五之气 目运太过 绝阴蜂目在全 主气是一个阳明照经 私病症 皮肤烧痒 同时伴有月经后期 护杖 也是指向了阳明和绝阴 结合以上的一个 取向思路 取了阳明 绝阴 双合 效果也是令人满意的 前面的案例 我们是以治疗 来感受开合书的 一个动态变化 那么接下来 我们可以顺着 女性的一个生殖周期 再来理解开合书的 一个动态过程 顾老师 用五为六气 开合书的理论 阳明了天轨与女性周期 生殖周期的一个关系 让三阴三阳 气肌升降出路 变化异常的时候 可以出现月经的紊乱 并变变出阴阳 寒热 虚实的各种 临床症状 治疗月经周期 紊乱性疾病呢 我们应该要顺应 三阴三阳 开合 升降出路的 一个动态 食味 灵活使用 开合 龙砂开合 六气针法 推动完成 生长 化 收藏的一个过程 让月经 恢复规律 先来看一个 动态暖朝 综合症的一个患者 他是患者 从去年四月份 出现一个月经后期 后来服用 中西医的一个治疗 服用的时候 他还算正常 能月经能来 但是停药以后呢 月经就 两个月一次 来就诊的时候 已经有三个月 已经没有来了 同时伴有 路睡难 腹胀 手心热 口唇干 尤其是在下午的时候 口干更加明显 当时给患者 在腹部 与龙沙开河 六七埋针 取的是阳明 绝阴 中药给予的是 一个乌梅丸 两周以后来复诊呢 露睡困难 手心热 口唇干 都已经没有了 腹胀办 长鸣也好转了 只有在 晚上五点到 十一点的时候 腹胀还是 稍微明显一点的 继续给他 与绝阴阳明 为在腹部买针 中药与温金汤 经过这个 两个星期一次的埋针 连续治疗 三个月以后呢 月经从六月份开始 每个月都能正常来潮 同时呢 他体重也瘦了 有将近二十斤 这个是他那个 2022年的 我给他做了一个 月经的一个记录 然后他在十月份的时候呢 月经有晚了几天 他还是有点着急的 然后微信跟我联系 我给他门诊 就给他 真了 头上给他真了 那个 太阴阳明少阳 然后真了第二天 月经就来了 开的也是 当时给他开了一个 五复的一个温金汤 也没有服用 我们说 人体阴阳 是以开核数的一个 动态形式存在的 那它就不是简单的 一个对立统一的关系 也就是说 阳明和和太阴开 是同时发生的 太阴开阳明和月经 才会如期而至 所以给他真的 也是一个 太阴阳明少阳 影像的阳明 看完月经 这个该治未治的一个病案 我们再来看一个 月经丰禄的一个病案 患者是月经量大 十多天 然后来就诊的时候 是出现头晕 心慌气短 考虑到排软以前 接触哨阴 哨阴 哨阴输转阳 输转阳气 阳气由阴转阳 患者同时呢 也扮有心慌气短的 一个表现呢 当下给予他六七生法律 真的是太阴哨阴 影像哨阴 还开了一个 三天的一个交爱汤 等到三天以后呢 患者没有来复诊 我就主动联系他了 患者反馈说 针灸的第二天 月经就完全干净了 开了三腹的交爱汤 也没有服用 我们再来回头看看 女性的一个月经周期 它其实也体现了 人体的一个生物节律 以三一三阳 开合书理论来进行讲解 可以动态的理解 阴阳消长的变化 在任何一个阶段 都存在着阴阳 出路消长的变化 正确的理解开合书 也就更容易看待 阳气生长化 收场的一个过程 临床取向 我们还可以从 六七阴阳方位映像来看 我们可以把人体 看成一个太极图 头是广明 足为太冲 左为绝阴 右为阳明 带九履一 左三右七 二四为肩 六八为足 我们看一个 这个右肩酸痛的一个病案 它是右肩酸痛有三个月 然后办活动受限 考虑到二四为肩 我取太阴味 针灸以后呢 右肩酸痛当下就消失了 然后抬举向前向后 各个方向的活动 都是都可以的 同样的右膝关节 屈身疼痛呢 右膝对应的是一个 八六为足 取少阴味 针灸以后 右肩的一个关节 屈身疼痛也基本消失了 还有这个患者 他是运动以后 出现一个双膝关节的疼痛 左边更严重一些 还有腰两侧的一个酸困不适 在他的膝部 给予他龙沙开合 六七针法 双开 哨音 引向太阳 三天以后来复诊的时候 说左膝已经明显好转了 同时他腰部酸困也没有了 也印证了在人体任意的地方 左开合书都可以调动 全身的三阴三氧的动态变化 虽然我们取的是举步的一个开合书 但是同时也达到了他腰部酸困缓解的作用 可能在我们临床的应用当中呢 更加习惯于六经寻行的取向 取经 那么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六七针法 跟我们以前所学的这些理论有冲突吗 或者还是说可以相互互补呢 因为我本身也是学的针灸专业的 像我自己来看的话 我们有基础的话 结合了六七针法 会让我们之前熟悉的 掌握的这些基本的针法 都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学会了冲刹开合六七针法以后呢 道理也是一样的 一样可以指导这个传统的一个诊疗技术 让这些诊疗技术呢 能够颅骨天翼 锦上添花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说说这个六经寻行 这个患者呢 是一个腰痛的一个患者 他是几位年生人 然后是两天前搬东西以后 出现了一个左后侧的一个腰部的疼痛 放射到一个左下肢后侧麻木疼痛 还有外侧的一个疼痛 翻身转侧也是受限 我们从经络巡形上面来看 看出这个后背的一个腰部 是阻太阳膀胱筋 外侧 外侧寻行是阻少阳胆筋的一个寻行位置 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把人体看着一个太极图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阴阳方位来看 头为广明 足为太聪 所以我们可以去太阳少阳的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患者 是一个几位年生人 太阴师土思天 太阳寒水在全 所以我加取了一个太阴位 取太阴太阳双开的意思 其实呢 我们从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有所疑问了 我们这个又是从巡形啊 又是从体制啊 又是从比类啊 那么临阵的时候到底以什么为准呢 其实这个并不矛盾 我们就从这个案例来看 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取向 最终都指向了太阳 所以说这并不会让我们产生取舍上的一个障碍 相反呢 说明我们变三阴三阳取太阳作为并基 方向是准确 而且是明确的 前面 前面也听那个老师们讲了关于一解释的一个介绍 我就来说说我的感受吧 当我拜师以后呢 最先学到的就是这个时间的一个问题 在一段时间内有什么像出现 把握好的这个时间节点 一开始对开合书没有那么容易搞得明白的 我们就可以先从预解时的时间节点来辨识握机 我们来看看几个病案嘛 第一个就是患者是从2017年开始出现一个左侧眼眶的一个周围的一个疼痛 今年他就觉得这个症状更加严重了 大概两三天发作一次 从晚上的一个五点钟持续到睡前 查了子宫症也没有看到有什么异常的 然后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患者呢 他是一个更成年生人 是一个经运太过之年 眼眶周围我们从那个经络寻心上面也能看出属于一个阳明 患者这个疼痛的时间点呢 说得非常的准确 在晚上五点持续到睡前 属于阳明病预解时加重 然后考虑到今年 他是今年在任营年 是一个暮运太过之年出现一个症状的加重 他发病的时候是在2017年 也是在丁有年 也是一个阳明的问题 从绝阴风目阳明造精路手调七级的一个升降 取了阳明绝阴 患者本身他是最近感觉是两三天发作一次的疼痛 连续治疗一个星期都没有再发 这个一个星期之间都都没有发作 然后后续给予他一个更连的牛腥木瓜汤巩固疗像 第二个病案呢 就是患者是因为腰椎的一个压缩性骨折 胆囊炎 胆囊结石入住我院的 然后是因为右侧邪漏部的一个疼痛 与症痛治疗后无效 院内组织多学科的一个会诊 然后去追问病史呢 这个疼痛成游走性的 一般是从下午开始疼痛得非常厉害 影响入睡 从五一六剂角度来考虑 患者在下午阳明病预解石的时候 疼痛加重 同时伴有一个大便困难啊 也是一个阳明的问题 他发病于 发病的时候是在任营连三支期 是一个主科技 都是一个少阳向火 然后他疼痛的部位在这个右侧邪乐部 还有伴有可苦不可苦啊 然后这个从从那个 次病症上面来看 他属于一个胆囊炎 胆囊结石 都是属于主少阳胆经的 也是取一个少阳 所以综合这些考虑呢 取了一个少阳阳明 影像阳明 第二天我在去给他针灸的时候 这个患者反馈呢 针灸以后疼痛明显缓解了 然后仅仅是在早晨做彩招的时候 按压的时候有一点疼痛 然后我跟后来我跟吴主任 汇报这个病史的时候呢 主任说就是考虑患者这个疼痛成 周深一个游走性的 而且现在正值任营连 是一个暮云太过 还是要考虑一些风目的因素的 建议我呢 再加取绝阴位一周塑效 还有我们就是刚刚吴主任的这个课 也讲到了六阶密语解释的这个应用呢 是可以扩大到年周期的 从李洪老师的这张图 我们可以看到呢 把五为六期的率 从一天放大到这个一年 24小时相对应的这个24节期 也是一样的 可以是某一天当中的某个时间 也可以是一年当中的某一个时间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病案 这个是2020年的一个病案 然后是我们的一个同事 他在一周前受凉以后 出现了一个喉咙痒 咳嗽没有痰 然后刚到诊室的时候呢 也是一直咳嗽不停 说这个喉咙痒呢受不了 然后当时给他蒸了一个 这个折了以后呢 几分钟以后说就是 已经没有响咳的感觉了 他然后自己说就是这个 咳嗽在每天是在下午的时候加重 连续几年呢 每年在秋冬季呢容易感冒 感冒以后呢就是一个 连绵数月的一个咳嗽 我们对应的这个 年周期的六阶病预解释呢 他就是每年秋冬季的时候 也是对应的阳明病预解释 后来李洪老师来我们医院出诊的时候呢 他也来就诊过 李洪老师就是建议他服用秋冬 我想也是有像阳明的意思 这三个病案呢 一个是一个两年的一个框上神经痛 一个是一个邪恼部的一个疼痛 还有一个是数几年的一个咳嗽 但是从预解释入手呢 他都是属于阳明病预解释 六经病预解释 是张宗景六经辩证的一个重要抓手 是许多疑难杂病的一个 解决的一个关键点 也是我们初学五因六七一则 能提高疗效的一个有力武器 把握六经病预解释的一个时间节点 助推企划由阴出阳 则疾病得育 分享完临床上的一个诊疗的诊疗后呢 诊疗时的一个握机取向的一个思路以后呢 我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 龙沙开合六七针法的一个具体定位 早上王凯军老师的课也说到了 认为在人体呢 以任意一点为中心都存在一个 三一三阳肾衰变化的源 不为表里 阴阳首尾相接 一体两面的阴阳一百八十度相对 在三阴三阳开合树的推动下 周流不息 可以以百慧为中心 以大椎为中心 以其中在腹部 然后以腰底部为中心 当然人身处处太急 还可以以患处为中心来定位 像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个一个病案是以西部为中心扎针的 还有一个针法 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在头部取一个引火三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病案 这个患者呢 他是汗出偏多 他是以头面部 颈部 前胸 后背 然后到腰部 那下半身出汗就很少 一开始育 麦冬汤两周以后呢 头面部的汗出已经减少了 然后后来中药给他改成了引火汤 针灸也针 也换成了引火三针 一周以后 复诊说汗出明显减少 夜间怕冷也没有了 睡觉的时候以前要穿着袜子了 现在也不需要了 露睡也好了 引火三针呢 是顾老师在临床当中运用总结的 取针呢 可以由广明向百慧 然后百慧向太冲 太冲再向下移 以达到一个引火归原的意思 引火三针呢 那不是六七针法以外的 另外一个针法 是顾老师对六七针法的补充和完善 我们回顾一下六七针法的一个 诊疗要点 第一是变对机 怎样变六气 关键是取向 从私人私天私病症 然后在五相结合 结合天相气相物相正相脉相 当然还有顾老师指出 要考虑志向 也就是治疗的志 第二 开合书的位 针法的具体的一个定位 还有换处的一个位置 取开合书六金并预解时的位置 针究了一个深浅的位置 建议初学的时候 可以选择稍微短一点的针 然后第三 运好针 方向要对 方位要对 然后医患均是以面南而立 是最理想的状态 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 左身右降的一个情况 当然还包括摆会的一个 引针的方向 引向主要向态 或者是引向欲解时 还有针的一个长短出现等等 经常也会有老师问 六七针法有没有效果不好的时候 那么效果不好了怎么办 其实就像我这个病案一样 这个患者是一个面瘫的一个患者 他每天针完以后 基本上就能恢复正常 然后等到第二天 他又回到了之前的一个情况 病情反反复复 后来我就跟吴主人汇报这个病案 主人追问病史呢 患者他有一个多囊卵头综合症的一个病史 月经已经有三个月没有来了 后来就给他针灸加取了一个阳明胃以后 就没有再反复了 有的时候呢 我们在临床当中也会忽略一些问题 没有完全做到 私人私天私病症 所以当我每次出现有治疗效果不太好的时候 或者是患者的一个病情反反复复的时候呢 都会翻回来再想一想到底忽略哪里 辨对机取诊胃 运好针以后 针刺以后呢 还有患者是否有得气的感觉 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跟顾老师门诊跟诊的时候呢 我们学生有的时候针灸以后并没有得气 经过老师调整以后呢 患者立刻会感到症状的一个缓解 获得症状的一个消失 这个就是得气 所以说 辨对机取准胃以后呢 运好针 更是关键中的关键 总而言之呢 就是可以按照六经的一个纲理 从开核书 六经病欲解释 六经巡行 六经身上出路等等 偏向气化的 我们从六七开核书 偏向肢体的 以六经巡行 阴阳方位印象等等 总的原则呢 就是不离开核书 不离方位印象 不离预解释 不离六经病 不离六经 顾老师的运用五为六七的一个 疾病的诊疗模式 无论是用针还是用药 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在临阵根施时 是不断感悟的 以上就是我一些 在自己运用 龙沙开核六七针法的一个 大概的思路 如果有不到的地方 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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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